第4541章 楚灵溪突破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而当龙小小也离开后 此地便只剩下了足舞星域的一众天才小辈们 我的好妹妹们 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他们好像说 我楚风兄弟他 救过他们的命 不仅仅是他们的命 还是龙氏 云空仙宗 于是天族 以及群妖圣殿的命 孔田慧瞪大着眼睛 看着众人说道 我们又不聋 当然听到了 孔慈说道 难怪这些人 对楚风兄弟他如此毕恭毕敬 莫说同辈众人 就连龙氏族长 群妖圣殿殿主 云空仙宗宗主 于是天族族长那等大人物 对楚风的态度也是那般的友好 原来楚风兄弟 竟然是他们这些大人物的救命恩人 无名雄魔 也是忍不住感叹起来 楚风兄弟他 现在已经完全成长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无名原质 同样感叹起来 而听到他的这声感叹 其他人也是连连点头 虽惊叹楚风的如今的成长 但在他们的脸上 却也都洋溢出了喜悦的弧度 身为楚风朋友 他们也都在为楚风如今的成长而感到高兴 毕竟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过 楚风当初所面对的困难 可现在回头再看 那些曾经给楚风造成困难的人 对于现在的楚风而言 已是不值一提 唉 看来这辈子都追不上楚风那家伙了 忽然 孔辞感叹道 的确是没机会了 众人皆是笑了笑 老实讲 身为同辈 且曾经修为与楚风接近的他们 不是没有想过 努力一下 争取追赶上楚风 可现在 他们却都认命了 他们知道 他们是无论如何 都没办法追赶上楚风了 追赶我楚风兄弟 这种事情 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现在只是好奇 孔田慧说道 你好奇什么 众人同时问道 我很好奇 这样发展下去 楚风兄弟他 到底能够成长到何种地步 孔田慧说道 而听闻此话 众人也是面容变化 眼中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期待之色 眼下 楚风早就随着谷明渊进入了宫殿之内 并且谷明渊这一次 还用手段 将这宫殿封锁了起来 为的就是他和楚风说的话 不被其他人所听到 而楚风也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搞了半天 楚灵溪被那鹿万通盯上 根本就不是因为偶遇 而是那谷羊 这谷羊 是一个野心勃勃之人 他一直希望 有朝一日万州谷族 能够坐上祖五星域的霸主之位 在谷明渊小的时候 这谷羊对谷明渊其实很好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谷明渊 能够有机会 把万州谷族 推上祖五星域的霸主之位 谷明渊起初也有这个雄心 可渐渐被楚风的父亲比下去后 这份雄心便渐渐淡化了 再加上后来 楚氏天族成为了 祖五星域的霸主之后 谷明渊就更不可能与楚氏天族为敌了 至此这份雄心 可谓是彻底的熄灭 虽说谷明渊因为楚灵溪 不可能对楚氏天族出手 可这不代表万州谷族的其他人 就会因此 而不对楚氏天族出手 如这谷羊 他的野心便一直都在 眼见着 族人没有机会击败楚氏天族后 这谷羊便动起了歪心思 谷羊 他在姻缘忌讳下结识了陆万通 当得知陆万通贪财好色 尤其喜爱有天赋的小辈美女后 他觉得楚灵溪 完全符合陆万通的审美 于是他懂了歪心思 他想要利用陆万通的实力 使得万州谷族来称霸祖五星域 所以 他便自告奋勇 对陆万通提起了楚灵溪 陆万通得知万州谷族居然藏着这样一个小美女 色心大起的他便立即来看楚灵溪 这一看 还真是他喜欢之人 于是便发生了后面的事 陆万通开始逼迫楚灵溪嫁给他 本来古明渊得知是谷羊做出了这种事后 他也是愤怒不已 虽然 身为万州谷族之人 他也希望万州谷族能够越来越好 可楚灵溪是他的女儿 他自然不可能为了家族 而将女儿出卖 不过古明渊并没有对谷羊动手 也是有所原因 谷羊如今乃是那陆万通一伙的 陆万通曾说过 让楚灵溪考虑 并且万州谷族的人 不可以动谷羊 如若不然 他就要万州谷族 从这个世界消失 再加上陆万通的确有这个能力 古明渊这才忍了下来 前辈 你没有动他 不知是因为这件事吧 你是不是 也念及他是你的前辈 楚风之所以这样问 是他了解古明渊 古明渊的性格 可不像真的会顾及那么多的人 唉 你这小子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他的确做得不对 但他曾经对我也是真的好 在我心中 他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亲人 要我教训他可以 但真的要我杀了他 我还真的有些下不去手 古明渊苦笑道 看着这样的古明渊 楚风其实也多少能够理解 可忽然间 楚风目光变化 他察觉到了什么 他赶忙将目光 投向了这座大殿的东南方向 在那里有着一个房间 前辈 打开门 让我去帮帮灵溪吧 楚风对古明渊说道 楚风 你看得到灵溪在做什么 古明渊有些惊讶地看着楚风 楚风当然看穿了 他知道现在的楚灵溪在做什么 那个丫头在修炼 而且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若是能够成功突破 他就可以踏入至尊境 但若是失败 他将会遭受反噬 前辈打开吧 现在灵溪需要我的帮助 你总不希望 灵溪为了追求修为 而断送前程吧 楚风对古明渊说道 听闻此话 古明渊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赶忙拿出一把钥匙 帮楚风打开了那房门 那房门打开后 浮现出的乃是一件带有结界门的宝物 穿过结界门 进入了一个由冰霜封闭的空间 空间不是很大 在中心区域摆放着一座流淌着金色光滑的莲花 而楚灵溪则盘坐于那莲花之上 双眼紧闭 正在修炼之中 因为修炼得太过认真 楚灵溪全然没有感受到 楚风的靠近 楚风知道 这散发金色光滑的莲花的宝物 乃是一件特殊的修炼宝物 它能与楚灵溪的骨族血脉相互辉映 可此物有利有弊 用它修炼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楚风进入此处后 就发现了楚灵溪在修炼 本来一切好好的 楚风觉得楚灵溪自己能行 所以才没有打扰她 但是就在刚刚 楚灵溪开始眉头紧皱 原本稳定的气息 也是产生了一些波动 修炼经验丰富的楚风意识到 楚灵溪已经出现了麻烦 所以楚风才决定进来 帮助楚灵溪 楚风施展出结界之术 便开始布置阵法 与此同时 拿出了诸多天才地宝 融入阵法之中 这一幕 被古明渊看到之后 顿时变得更不淡定了 先不说那些天才地宝 各个都是价值不菲之物 单说楚风的结界之术 他能感受到 那是何等强大的力量 他之前只是听闻 楚风修为有了极大的增进 击败了无名斗天 却没有想到 楚风结界之术 也有了如此大的增进 这样的结界之术 哪怕是足舞星域的凉秋大师 也是远远不如啊 而在楚风的帮助下 楚灵溪那紧皱的眉头 开始舒缓 气息也开始恢复 就连他吸收那金色莲花力量的速度 也是随之加快 很快 楚灵溪的气息 有了极大的变化 感受到楚灵溪气息的变化 古明渊激动地捂住了嘴巴 连眼眶都变得红润起来 因为楚灵溪的气息 已是从尊者巅峰 踏入了至尊境 虽只是一品至尊境 与整个圣光天河内 最顶尖的天才相比 还不算什么 但放在足舞星域 已是非常的强横 对于一直以来 都对楚灵溪寄予厚望的古明渊而言 这是非同一般的时刻 他的女儿 在如此年纪 就追赶上了他的修为 他知道 他女儿超越他 已成为必然 看着这样的女儿 对于未来 他更是充满了期待 本章完 第4542章 最不可恕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终于征服了他 我成功踏入了至尊境 我是一位至尊境的修武者了 就在此时 原本双目紧闭的楚灵溪 猛然跃起 他又蹦又跳 那叫一个开心 可是当他转过身来后 却忽然愣住了 他张着大嘴 如同石化了一般 一动不动 我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楚灵溪盯着楚风 却不知所措 脸上的喜悦 也是烟消云散 怎么了 发什么呆 认不出来 我了吗 楚风对楚灵溪说道 该死的 我是失败了吗 我该不会是走火入魔 已经死了吧 怎么会这样 楚灵溪忽然游戏转悲 整个人的情绪 变得异常的低迷 傻丫头 你成功了 你成功征服了我万州古族的血脉莲花 你已经是一位至尊敬的强者了 古明渊走上前去 紧紧地抱住了楚灵溪 当抱住楚灵溪那一刻 她眼中转动的泪水 也终于是无法控制地流淌而出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此话必然是没错的 身为母亲 她自然希望 楚灵溪的成就 可以超越她 而现在 她的希望 基本已然成真 母亲 难道我没有做梦吗 这是真的 感受到自己母亲怀抱的温度 楚灵溪恍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傻丫头 这当然是真的 楚风也是来参加最强后背争霸赛的 得知我们在这里 便来看我们 对了 你这丫头能够顺利突破 也是楚风帮的忙 为了帮你突破 楚风可是耗费了不少宝物 你还不快好好感谢一下楚风 古明渊一边擦拭眼泪 一边笑着对楚灵溪说道 原来 是楚风帮的我 怪不得 我说怎么会突然间发生那种变化 我明明已经快要 楚灵溪比谁都清楚自己修炼的过程 先前的她已经陷入危险之中 可却又没有任何预兆的就开始情况好转 本来她还不解 为何会有这种变化 现在她已经知道了 原来 是楚风帮了她 哎 我的楚风帝帝 看来我又欠了你一次 楚灵溪看向楚风 话语之中 倒是有着几分不情愿 就好像她很不愿意欠下楚风这份人情一般 可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那张小脸上 却有着难以隐藏的喜悦 能够看到楚风 这对她而言 乃是意外的惊喜 怎么叫帝帝 应该叫哥哥 楚风说道 为什么要叫哥哥 你明明是弟弟 楚灵溪一脸不解地问道 咱们谁的修为强 谁就是大的 这可是你说的 怎能反悔 楚风说道 那不算 我就是你姐姐 你就是我弟弟 楚灵溪养的小脸 一副不讲理的模样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扮嘴了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如若不然 那陆万通来了 就来不及了 古明渊说话之际 又看向楚风 楚风你来得正好 本来我和灵溪两个人 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但是你在的话 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而她说话之时 自怀中取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很是古老 上面刻满了符咒 可以说 这书中的每一页纸 都是一张符纸 都蕴藏着一道阵法 而这么多符纸 也是构成了一座 较为强力的阵法 那是传颂阵法 不过这传颂阵法 却无需用结界之力催动 而是用武力催动的 前辈 你冒险让灵溪这丫头 使用那宝物强行修炼 就是想让她踏入至尊境后 与你一起催动此物 运用此物逃离此地 楚风对古明渊问道 其实不用问 她也知道 事情必然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她 还是想确定一下 楚风 你不要怪我母亲 我们是事出有因 楚灵溪想要解释 可还不带她把话说完 古明渊便开口了 灵溪 楚风已经知道事情经过了 古明渊说道 你既然知道 就更不能怪我母亲了 我宁愿死 也不会嫁给那陆万通的 与其一死 还不如尝试一下逃脱 楚灵溪说道 我没有怪你母亲 我怎么可能怪她 我只是恨 恨那陆万通 更恨那古阳 今日是我来了 我若不来 灵溪的前程就毁了 而这罪魁祸首 就是那古阳 楚风说完此话 看向了古明渊 前辈 我请求一件事 什么事 古明渊问道 那古阳 我留她不得 我要杀她 你不要拦我 楚风说道 楚风 古阳杀不得 她现在与陆万通是一伙的 我不想你得罪陆万通 古明渊说道 陆万通 哼 她和古阳一样 都别想活 楚风说话间 一袍一阵舞动 紧接着 楚风藏于体内的汹涌力量 也是在此刻喷涌而出 这气息 感受到楚风的气息后 无论是古明渊 还是楚灵溪 都是脸色大变 楚风 你现在难不成 是六品至尊 古明渊对楚风问道 她之所以这样问 是她无法确定后 楚风的修为 但她感受到过陆万通的气息 也知道 陆万通是五品至尊 可楚风的气息 明显远远强于陆万通 因此 她才猜测 楚风可能是六品至尊 前辈 我的确已踏入六品至尊境 所以咱们 根本就不怕那陆万通 咱们更是不用逃 咱们需要和他们 把这笔账算得清楚 敢逼婚我灵溪妹妹 我要让他们知道后果 楚风说道 不行 我们还是要走 那陆万通的可怕 其实并不是她自身的修为 而是她背后的依仗 若是平时也就罢了 此次最强后背争霸赛 吸引来了各方势力的强者 其中就有许多陆万通熟悉的人 当日陆万通来到此处 她的身后就跟着几个老者 那些人 虽然没有出手 可却能够感觉到 他们深不可测 实力多半在陆万通之上 古明渊仍不想让楚风冒险 万州古族 居然找人帮忙 我倒是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子 敢坏我陆万通的好事 可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一声怒吼 向外观望而去 楚风能够看到 自外面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 欲空而行 已经进入了城池范围之内 那群人 穿着各不相同 明显是来自各方势力的人马 虽然来的人不是很多 只有几百人 但却各个趾高气昂 宛如他们是神灵一般 以俯视的姿态 打量着万州古族的众人 若要说的话 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人 看上去不像大人物 那便是古阳 这古阳也跟在这群人之中 他果然是去通风报信了 这些人 就是他叫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 古阳还站在人群的最前方 准确来说 是站在一位老者的身旁 那是一个身穿戒铃长袍的老者 那老者的戒铃长袍十分华丽 并且还涌动着龙文圣级节界之力 这戒铃长袍 已经透露出了这位老者的身份 他乃是一位龙文级圣袍戒铃师 可是相比于 他那华丽的戒铃长袍 他个人的长相 可就太掉价了 可以说只论长相 他根本配不上他身上所穿着的长袍 那满脸皱纹与斑纹 都不算什么 毕竟这是老年人都有的特质 他那蓬松的头发 也能够理解 毕竟有些人喜欢这种造型 但是那宛如头发一般 从鼻子里冒出来的鼻毛 属实让人看得有些作呕 并且 当他说话的时候 一口黄礼 带黑的大黄牙 更是恶心至极 那个家伙 难道就是陆万通 楚风指着那老者 对楚灵溪问道 嗯 楚灵溪点了点头 这鼻羊 真是罪该万死 确定之后 楚风心中的怒火 蹭得一下就窜了出来 再也无法控制 若是正常的年轻人 楚风倒也能够理解 可那陆万通 年龄大也就罢了 长得更是如此丑陋 鼻羊为了自己的野心 居然将楚灵溪 介绍给这样的人 楚风觉得 他已是罪不可恕 必须让他不得好死 本章完 第4543章 因楚风而来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你听我的 绝对不可以和他们硬碰硬 感受到楚风情绪的变化 古明渊可谓紧张极了 伸手就要抓住楚风 只是 他的手刚要碰到楚风 楚风却已消失不见 碰 轰鸣乍响 碎石和瓦片 冲天气 这座宫殿 大半都被摧毁 但却不是旁人摧毁 而是楚风 楚风如盗射的流星 直冲天际 强大的力道 直接将挡住他的宫殿 给震碎开来 楚风来到虚空之上 也没有丝毫停留 直接来到了 陆万通等众人的面前 楚风因为怒火中烧 且没有隐藏实力 所以他那六品至尊的气息 早已覆盖了这城池内外 吸引了城内外 所有人的注意 好强的气息 那是谁 怎么如此眼熟 我的天啊 好是楚是天族的楚风啊 真的是楚风 楚风他怎么拥有 如此强大的气息了 那气息好像比陆万通还要强 难道说 他已是六品至尊 万州古族内沸腾了 他们本来不知道楚风来了 可眼下楚风掀起的动静 已是惊动了所有人 当人们看到楚风展现的实力后 惊叹之余 更多的是高兴 虽然万州古族内 的确有着不少 如同古阳这样的野心家 那种怀有野心之人 自然也都希望 楚灵溪能嫁给陆万通 但其实大多数人 还是心疼古明渊和楚灵溪的 他们是不希望楚灵溪嫁给陆万通的 可他们太弱了 根本无力改变这一切 但现在不一样了 楚风来了 不仅来了 这修为还如此强横 于是万州古族的众人 看到楚风 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自然高兴 古阳 他就是 你说的那个楚风 感受到楚风所散发的气息 就连陆万通的面容 也是略微有些变化 六品至尊敬 而且还是 如此年轻之人 这让陆万通意识到 这个楚风很不简单 毕竟这个修为 在当今圣光天河内 可以说是最顶尖的小辈了 大人 就是他 古阳说道 这小子 到底是何来历 他是小辈吗 陆万通说道 大人 他不过是来自祖五星域内 一个小小的楚世天族罢了 虽说此子天赋的确逆天 可并无背景可言 但此子心狠手辣 非常的记仇 且对楚灵溪更是早就心怀不轨 大人 属下奉劝您一句 此子万万不可留 否则后患无穷 当初祖五星域内 那些曾与此子为敌的人 就是因为没有斩草除根 待此子成长起来后 都被此子所杀 古阳也明白 这陆万通在担心什么 于是小声对陆万通说道 听到古阳的一番话后 那本来略微有些担心的陆万通 不仅不慌了 反而喜笑颜开 回见他嘴角一裂 那口恶心的大黄牙 又露了出来 虽然嘴上挂着笑容 可那一双微眯的眼睛 却是凶忙毕露 小子 天赋好 就敢多管闲事 我要让你知道 不是任何人的事 都是你能管的 否则 就是你的死期 陆万通对楚风说道 他不在乎楚风的天赋如何 也不在乎楚风是否心狠手辣 他只要确定 楚风没有背景 那他就依旧不把楚风放在眼中 在陆万通的心中 个人实力再强 若没有强大的靠山 那也是没用 我的死期 就凭你吗 楚风淡淡一笑 那不屑一顾的模样 全然就是没有将陆万通放在眼里 哈哈哈哈 但陆万通也不生气 反而是放声大笑 只是那笑声之中 却尽是对楚风的嘲讽之意 小子 不愧是垃圾心育出来的人 你可真是井底之蛙 你以为你有些实力 就天下无敌了 老夫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势力 陆万通说话间 大秀一挥 下一刻 自城池之外 便出现数队人马 那是来自十九个不同势力的人马 他们人数极多 自四面八方而来 宛如乌云压顶 将这城池封锁了起来 那些是 看到那些人马 刚刚燃起希望的万州古族众人 顿时面如死灰 万州古族 乃是有些眼界的人 那些十几个势力的人马 他们认得几个 而他们认得的那几个 乃是忠心域的霸主及势力 我们倒是要看看 今日谁敢与陆大师过意不去 那些势力出场之后 为首的首领们 也是纷纷开口 话音落下之际 磅礴的威压 也是自那些势力的人马之中 释放而出 最弱的都是至尊静 其中还有几道是至尊巅峰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古阳这个败类 怎能如此坑害灵溪啊 感受到那些至尊巅峰的气息 万州古族众人陷入了绝望 而感受到万州古族那绝望眼神 陆万通则是更加的得意 且再度将目光看向楚风 垃圾心域的笑憋三 你现在你知道老夫的势力了吗 和我作断 你有这个资格吗 陆万通对楚风说道 而楚风则是冷然一笑 可是他刚想说些什么 虚空之上却传来一道声音 是谁 在这里显微风 那声音自远云层之上传来 声音浑厚有力 响亮无比 比雷鸣还要刺耳数倍 声音落下之际 虚空颤抖 大地阵裂 而那声音落入人们耳中 许多人更是吓得瘫倒在地 因为伴随那声音而来的 还有势不可挡的威压 在那一缕威压的面前 来自十九个势力 所有人马的威压 都变得不值一提 那乃是五尊镜的威压 五尊镜 怎么把五尊镜的强者 都吸引来了 感受到那威压 没收万州古族的族人们 就连陆万通 以及他请来的各方人马 也是吓得不轻 面对足五星域的 万州古族和楚风 他们觉得自己是神 可若要面对 五尊镜的强者 他们却只能化身 摇为乞怜的狗 隆隆隆 忽然 天际的东方 阵阵轰鸣隆隆作响 紧接着 一艘艘巨大的战船 破空而出 那战船不仅威风凛凛 上面飘动的战旗 更是看得众人心惊胆战 云空先宗 是那个盛光天河内的 后起之秀 云空先宗 虽然来自忠心域 可据说这云空先宗 由五尊镜强者坐镇 实力堪比龙氏 乃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他们怎么会来这里 看到云空先宗的人马 众人惊恐不已 就连陆万通等人 脸上的不安之色也是越加明显 因为相比于寻常的五尊境界 这来自云空先宗的五尊镜强者 更加让人忌惮 虽说是后期之秀 可云空先宗的大名 实际上早就传遍了盛光天河 哄 可就在下一刻 天际的西方又传来阵阵轰鸣 紧接着又有一队人马 凭空而现 看到这队人马 人们的表情变得更加的精彩 我的天 那是龙氏 他怎么也来了 但紧接着 自天际的南方和北方 又相继有大队人马出现 那分别是于世天族和群妖圣殿 此时 莫说庞然 就连陆万通等人 也开始不停地擦拭脸上的冷汗 如果说 云空先宗是中心域内 最强的势力 那么龙氏 群妖圣殿 以及于世天族 可就是当今盛光天河内 公认的实力 仅次于盛光一族的庞然大物 完了 这下完了 真是想不到 这陆万通 竟有如此本事 将龙氏 群妖圣殿 于世天族 以及云空先宗的人 都请来了 古明月暗叹不好 不仅仅是他 就连万州古族的其他人 也同样是面如死灰 哪怕是天赋展现的楚灵溪 此时也是眉头紧皱 彻底乱了阵脚 绝望 这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绝望 就连呼吸他们 都觉得 变得困难起来 那可是龙氏 于世天族 群妖圣殿 以及云空先宗啊 当今天河内 除了圣光一族外 最强的四个势力 面对这种存在 他们如何抗衡 拜见大人 忽然间 陆万通 以及他邀请而来的 各方势力的所有人 皆是飞落而下 半跪在了地上 原来 是龙氏族长 云空先宗宗主 以及群妖圣殿殿主 还有余世天族族长 从各自的战车之中 走了出来 此一刻 许多人紧张的心脏 都快要跳了出来 这四位 可是当今 圣光天河内 最顶尖的大人物 许多人 连看他们都是不敢 生怕 哪里惹得 这几位大人物不高兴 从而让他们 家破人亡 而那四位大人物 相识一眼后 便同时飞落而下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皆是 直奔楚风而去 并且最终 站在了楚风的身后 这一幕 让人不知所措 而就在此时 那四位大人物 却同时将目光 扫向陆万通等人 楚风少侠 就是这些蝼蚁 找你的麻烦 四位大人物 同时说道 而此话一出 无论是陆万通 以及他邀请而来的 各方势力 还是古明渊等 万州古族的众人 无意不是面色大变 尤其是古明渊 和楚灵溪这对母女 他们面面相去 那震惊的眼神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原来 这四个庞然大物 竟是因楚风而来 本章完 第4544章 我替你决定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秘风 如果说 古明渊 楚灵溪 以及万州古族众人 是纯粹的被楚风 与这四个庞然大物的关系 所震慑住 那么陆万通等人 可就是纯粹的恐惧了 他们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楚风不仅个人实力强横 竟然还有这如此可怕的背景 竟然直接让龙氏 云空先宗 于是天族 以及群妖圣殿 这四个庞然大物 同时为他出头 当今天河内 除了圣光一族外 怕是没有人具有如此本领了 那哪里是一个垃圾心域的小辈 那分明就是一个大魔头 古阳 你不是说他毫无背景可言 只是出自小小的处世天族吗 陆万通看向身旁的古阳 那种眼神 恨不得将这古阳撕成碎片 他会落到此时的尴尬境地 都是拜着古阳所赐 我我我 相比于陆万通 古阳同样是吓得不轻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楚风会有如此可怕的背景 如若知道 他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更是不敢对处世天族动心思 小小的处世天族 楚风小友 所在的家族 岂能被你这样形容 陆万通 我看你 真是膨胀到了极点 但太过膨胀的后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取灭亡 群妖圣殿殿主 似乎也是认识那陆万通 只是他对待陆万通的态度 却是十分的不善 不只是他 龙氏族长 于是天族族长 哪怕是看上去温文尔雅 十分和善的云空先宗宗主 此时看向陆万通等人的目光 也皆是充满了不善 诸位大人 你听我解释 我都是受这谷羊蛊惑 我与楚风大人并无恩怨 都是受这谷羊蛊惑呀 陆万通将所有罪责 都推给了那谷羊 想要强娶我楚灵溪妹妹 还放话 若是他不从 就灭了整个万州谷族的人 似乎不是这谷羊 而是你吧 楚风说道 误会 真的是误会 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是这谷羊说 楚灵溪姑娘对我有益 我才来找楚灵溪姑娘的 谁曾想我来了之后 他有当众拒绝 我面子上过不去 才说了那样的话 我只是想要吓一下他们 我并不会真的伤害他们 陆万通拼命地解释着 但其实他是什么人品 大家都很清楚 被他迫害的姑娘 可不在少数 所以 群妖圣殿店主 以及龙氏族长等人 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而是纷纷看向楚风 楚风小友 你一句话 想怎么处置着陆万通 四位大人物 对楚风问道 这种败类 他不可能造福天河之人 反而只会为圣光天河抹黑 无论怎么看 这种人都不该继续活下去 四位前辈 你们说呢 楚风说道 刷 而楚风此话刚刚说完 群妖圣殿店主一掌轰出 只听喷的一声闷响 那陆万通已是粉身碎骨 化成一滩血水 被其直接抹杀 群妖圣殿店主 一句废话都没说 直接取了陆万通的性命 这一幕 可将那些陆万通邀请来各方人马 吓得魂都要散掉了 大人 饶命啊 我们乃是受入万通蛊惑 并不知实情 于是 他们赶忙纷纷求饶 不敢有一丝怠慢 深怕拖延下去 对方一个不高兴 就将他们全部抹杀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对方可是龙氏 以及群妖圣殿等庞然大物 对方的确具备着抹杀他们的实力 他们怎能不怕 此时 他们真是后悔的场子都清了 若是早知道 这个万州古族 有楚风这样的小怪物最后盾 他们绝对不会烫这趟浑水 你们好歹也是 有些身份的人 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吗 云空先宗宗主问道 我们知错了 我们真的知错了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我们真的是被蛊惑 是被那陆万通欺骗了 那些人继续求饶和辩解 除了这样 他们也是别无他法 你们的能不能活 现在不是我们说的算 而是楚风小友说的算 群妖圣殿殿主 将目光投向了楚风 楚风小友 你说吧 如何处置他们 只要你说 我们必然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龙氏族长也是说道 楚风大人 我们真的是被蛊惑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啊 楚风大人 正所谓不知者不怪 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我们只是来给他壮壮声势 并没有对万州古族出手的打算 那些被陆万通邀请而来的势力首领们 不停地向楚风解释 甚至求饶 诸位前辈 对于这种事情 我楚风也没什么经验 还是你们为我做主吧 不过楚灵溪 可不仅是我楚氏天族族人 更是我的亲妹妹 而古明渊前辈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楚风对龙氏族长等四人说道 虽然他没有给予怎样处罚的建议 但却也表明了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至于龙氏族长他们 其实也有他们的顾虑 这些势力 的确不如他们强大 但却也是忠心欲的主宰即势力 若是真的将他们全部抹杀 那会影响圣光天和的平衡 搞不好圣光一族也会追究 其实换作平常 这种事情根本不算什么 可他们却知道 对于楚风而言 必须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 还愣着做什么 不想死的 赶忙向万州古族道歉认错 各自准备好赔礼 但是做好表示足够的诚意 如果诚意不足 那就别想完整的离开 龙氏族长说道 多谢族长大人 多谢楚风大人 听闻此话 那些势力哪敢犹豫 先是向楚风等人道谢 随后便向万州古族道歉 紧接着便拿出多种质保 作为赔礼 看到那些他们赔偿的东西 万州古族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可以说 这些势力之中 任意一个所拿出的赔礼 都比万州古族全部家当 还要贵重 至于楚风 其实也知道 龙氏他们的难处 他们虽然强大 可也不能任意抹杀 何况这些家伙 只是帮忙 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所以对于这样的结果 楚风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赔偿之后 那些势力便赶忙逃离了此地 但有一个人 却没有办法逃 那便是谷羊 楚风小友 这谷羊是万州古族的人 这种家事 还是由你们自行处理吧 龙氏族长对楚风说道 而这其实也是 其他三位大人物的意思 楚风大人饶命 楚风大人饶命 我并没有打算害灵溪 我也是为万州古族好 我是鬼迷心窍了 可我真的没有打算害灵溪 谷羊已经哭成了泪人 跪在地上 对楚风连连磕头 没有打算害灵溪 这话 你也说得出口 楚风冷然一笑 一步一步 向谷羊走去 而楚风每踏一步 谷羊内心都为之一颤 在他看来 楚风每靠近一步 那就是他距离鬼门关 更近一步 明渊 救我 救我啊 我不想死啊 我知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眼见不妙 谷羊只得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谷明渊 楚风 算了 谷羊终究是我万州古族族人 对于他的惩罚 还是我与族内长老商量之后再做决断吧 谷明渊终究还是心软了 竟然帮着谷羊求情 但楚风却并未理会谷明渊 而是看向了谷明渊身旁的楚灵溪 灵溪 你说吧 如何处置着谷羊 楚风对楚灵溪问道 我 楚灵溪柳眉微皱 她看了看自己的母亲 那张小脸之上也是露出了为难之色 她自然不想放过谷羊 可却也知道 谷羊对于她母亲 是较为亲近之人 否则以她母亲的性格 也不可能为谷羊说情 这让楚灵溪十分为难 刷 可就在这时 楚风一拳轰出 直接砸在了谷羊的脸上 一拳落下 鲜血四溅 谷羊那完整的身躯 已是化作了一滩血水 死得彻彻底底 你不用说了 我替你决定了 杀了谷羊后 楚风对楚灵溪说道 本章完 第4545章 念天道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楚灵溪看着楚风 心中甚是感激 对她而言 杀了谷羊 自然和她心意 只是碍于她母亲 和谷羊的交情 她多半会选择 给谷羊一个机会 可以说 楚风是做了 她想做 而不能做的事 只是她还是忍不住 看了一眼她的母亲 果然 看到谷羊被杀 谷明渊的神色十分复杂 向来霸道的眼中 少见地涌现出了悲伤 谷明渊 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相反她做事风格十分狠辣 可谷羊对她而言 的确有着一些分量 在她年少之时 万周古族内 也是尔虞我诈 争斗不断 谷羊给予了她不少帮助 可以说 没有谷羊 她未必会成长得那般顺利 前辈 这谷羊就是一个败脸 她虽是你万周古族之人 可灵溪却是我处世天族族人 她对灵溪不利 无论如何 我也想不到 饶过她的理由 楚风对谷明渊说道 楚风少侠 你这说的哪里话 这谷羊罪该万死 就算你不杀她 我们万周古族 也绝对不会饶过她的 对 灵溪乃我族最重要的人 这谷羊为了一己私利 竟做出如此卑劣之事 绝对不能轻柔 杀了她都是便宜了她 应该让她不得好死才对 万周古族的众位长老们 纷纷开口了 话语之间 不仅没有怪罪楚风之意 反而十分赞同楚风的做法 他们怎么敢怪楚风呢 若不是楚风 他们今天都要死 可能是怕心里有负担 他们还纷纷看向了谷明渊 明渊 就算让你来处置 也绝对不会放过这谷羊对吧 他们这样问 其实是想让谷明渊说一些话 以此来消除楚风心中的顾虑 而事已至此 谷明渊也是 立刻调整情绪 将目光投向了楚风 楚风 谷羊的确对我有恩 不过她近来所作之事 也的确不对 如果是我的确不忍杀她 但你要杀她 我也不会怪你 谷明渊对楚风说道 谷明渊说的倒也是心里话 她虽不忍杀谷羊 但也绝对不会因楚风杀了谷羊 而怪罪楚风 毕竟她很清楚 谷羊罪该万死 此事到此结束 万州谷族不仅躲过一劫 更是从那些强大势力之中 得到了大量的宝物最为补偿 收获颇丰 对于楚风 他们心怀感激 而也深知龙氏等势力功不可没的他们 便立刻摆放宴席 以此来答谢楚风 以及龙氏等人 按理来说 龙氏这些庞然大物 肯定是不愿意和万州谷族这种小势力 有什么来往 甚至会觉得 与这种小势力交好 那对他们而言 乃是一种耻辱 万州谷族举办的宴席 他们怎会参加 可是看在楚风的面子上 他们不仅没有拒绝 反而答应了下来 并且宴席之上 这些大人物 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万州谷族的人 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有朝一日 能够与龙氏 群妖圣殿 于世天族 云空先宗这些庞然大物的人 聚在一起把酒烟欢 别的不说 只是这样的经历 就已是他万州谷族 从未有过的荣耀时刻 甚至万州谷族之内的 一些人还觉得 能够有今日一幕 就算死了 也是值了 而当他们看到 宴席之上 如龙氏族长 群妖圣殿殿主 于是天族族长 云空先宗宗主这些大人物 对楚风的态度 都是那般的客气 甚至有些殷勤之后 他们意识到 如今楚风的地位 似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厉害 毕竟那几位 可是这当今圣光天河内 除了圣光异族的强者外 最具实力和地位的存在了 尤其是古明渊和楚灵西母女俩 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 相比于自家的族人们 纯粹的惊叹外 则是更为复杂 母亲大人 看来我是再也没有机会 追赶上楚风了 楚灵西对古明渊说道 傻丫头 你已经很优秀了 何必要与楚风比呢 当年你母亲我 与楚宣元齐名 但我自己却很清楚 我与楚宣元有着很大的差距 我根本就比不上她 古明渊对楚灵西安抚道 可是楚灵西的小脸之上 却忽然涌现出了一抹倔强 虽然难度很大 但我不会放弃的 我可不愿意 一直被那个家伙叫做妹妹 我还是想当她的姐姐 看着自己这不服输的女儿 古明渊也是微微一笑 不愧是我的女儿 这份稚气 娘亲喜欢 这里好是热闹啊 可忽然 一道声音 自天际之上传来 听到那个声音 所有人都是观望而去 有些人更是目录不善 为了不想让人打扰 他们已经封锁了这片天地 而那位说话之人 显然乃是后来者 也可以说是 有人破开了那封锁的力量 擅闯到了此地 龙氏等势力 联手封锁的地方 还有人敢擅闯 这便是大罪 当人们目光头去之际 那位的身形也已然浮现 那是一位满头灰发 手握浮沉 身穿蓝色道袍的老道人 他就站在那里 可是楚风却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这位老道人 给楚风一种 深不可测之胆 念天道人 看到这位 如龙氏族长在内的许多大人物 都是目光变化 原本不善的目光 转变成了淡淡的笑意 显然 他们都是认得这位老者的 今天是什么风 居然把久不出世的念天道人给吹来了 群妖圣殿店店主说道 我念天 无事不登三宝殿 念天道人说话间 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等小辈 既然这位小友都在这里 那我念天就直说了 诸位小友 我念天已在这风暴世界的腹血平原处 开启了念天堵阵 诸位小友 若是愿意 可去玩一玩 那念天道人 说话间大袖一挥 有八道光束飞掠而出 分别飞向了楚风 龙小小 阴带粉 傅飞月 于红 于影 豹月 魁无敌等八人 那光束速度极快 可到楚风等人进前 却又停了下来 直到此时 楚风才能看到 那光束 原来是一张符纸 那符纸 其实是一个储存阵法 只是符纸没有破开之前 就连楚风也是看不穿 这储存阵法内 储存的是何物 多谢念天前辈 龙小小等人 接过符纸之后 都是喜出望外 纷纷对那念天道人 表达感激之情 不必客气 我念天还要谢谢诸位小友 给我老人家这个面子 很快那念天赌阵就要开启 诸位小友 咱们镇前再见 念天道人说话间 便转身向外行去 而见念天道人要走 就连龙氏族长等人 也是纷纷起身 亲自去迎送 小小 这念天道人 是何来头 楚风手握符纸 对龙小小问道 他实在是有些好奇 那念天道人是何来头 至少从大家的反应 楚风已经察觉到 那念天道人很不简单 小恩公 你真的连念天道人都不知道 龙小小有些诧异地看着楚风 你这丫头 我要是知道还会问你 别卖关子了 快告诉我 这念天道人 究竟是有何来头 楚风问道 而龙小小 也是开始为楚风 讲述起 关于这念天道人的来历 原来 这念天道人 是圣光天河内的 一位影视高人 他的实力很强 具体强到什么地步 没人知晓 可以说是圣光天河内 与如意老人齐名的存在 但是相比于如意老人 他更加神秘 如果说如意老人最出名的 是如意古堡 那么这念天道人 最出名的 便是念天赌阵 念天赌阵 顾名思义与赌有关 这赌阵内赌的 便是名为念天真气的一种气焰 那是一种修炼资源 而念天赌阵的筹码 则是由念天赌阵来分配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 拿到这筹码的 眼下楚风等人 所收到的福祉 其实就是筹码 并且还是念天道人 亲自分发的筹码 往往 念天道人亲自分发的筹码 数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这也就等于念天道人给予了他们 一个免费获得修炼资源的机会 并且获得的量 很可能不在少数 这就是为何 连出身如此不凡的龙小小等小辈 也会如此激动的原因 本章完 第4546章 赌阵开启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秘风 之后 龙小小等人 又为楚风讲述了一些 关于念天道人的事 原来念天道人 已经隐居多年 他的念天赌阵 已多年未曾开启 念天道人曾放话 当今圣光天河 已没有能够 让他开启念天赌阵的事 倘若他再度开启念天赌阵 那必然是能够影响 圣光天河未来的大事件 如今念天道人在线 必然是因着最强后辈 争霸赛而来 念天赌阵 也将久违地开启 并且很可能是因为 他们这些小辈开启 最主要的是 楚风等人 接下来所要做的事 很可能将成为 念天道人口中的大事件 这也是让龙小小等人 如此兴奋的原因 而听闻龙小小等人的讲述后 就连楚风对于 念天赌阵的开启 也是非常的期待 楚风等人正在聊着 天际之上 却传来了紫色的光滑 紫色的光滑 如水一般在空中崩腾 速度极快 那光滑十分绚丽 就连太阳的光芒 与这紫色光滑相比 都是变得不再耀眼 紫色光滑自北方而来 转眼间已是覆盖楚风等人 头顶的虚空 一眼望去 整片天空 都被那紫色光滑覆盖 此时的紫色天空 华丽道连这些见惯了大场面的修武者 都是心旷神仪 为这美景而发出感叹 这么快就开启了吗 看到那紫色的光滑 本就激动的龙小小等人 变得越发兴奋起来 而听他们讲述 楚风也是知道 那紫色的光滑 就是念天道人 那念天赌阵开启的信号 眼见着念天赌阵开启 这场宴席也是被迫终止 楚风等人立刻动身 向那念天赌阵所在的方向行去 念天道人本就威名远播 再加上他上次闭关前所放出的话 这让人们知道 念天赌阵再度开启 念天道人口中的大事件 也是即将发生 众人都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几乎所有看到这个信号的人 都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那念天赌阵所开启的地方 那念天赌阵开启的地方 其实距离楚风等人所在的地方 还是有些距离的 所以当楚风他们抵达 那念天赌阵所在的地方之时 这里已经有不少人提前到达 并且仍然有着大量的人马 在向此处聚集 转眼间 这片冰雪平原之上 便被修武者的身影所覆盖 那些修武者 如同成群的蚂蚁 密密麻麻地漂浮在虚空之上 这盛光天河内 除了盛光一族外 有头有脸的视力 几乎全都到场 但楚风的目光 却根本没心思去观察那些围观之人 他的目光 已经深深地被那所谓的念天赌阵所吸引 念天赌阵 开启于白雪覆盖的平原之上 它没有实质性的物体 完全就是一座符咒组成的阵法 不过那符咒有些特别 乃是散发着紫色的光滑 若不仔细看 就像是一片淡淡的紫色光滑 覆盖了那片白雪平原 那半透明的紫色光芒体 看上去并没有多么特殊 可偏偏 那覆盖了虚空的紫色光芒 正是由这座阵法 散发而出 这阵法非常了得 其中蕴藏的力量 让楚风感觉心神震荡 身为戒灵师 楚风能够感觉到 这念天赌阵 是一座非常厉害的阵法 看到这座阵法 楚风似乎明白 为何连龙氏组长这些大人物们 对这念天道人都如此的尊敬了 楚风几乎可以推断 念天道人的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甚至很可能要在龙氏组长等人之上 至于 他有没有强大到 像如意老人那种地步 楚风不敢断言 可只从这座阵法的威势来看 念天道人与如意老人齐名 的确够资格 毕竟如意老人真正的实力 其实圣光天河内的人们都不了解 只是大家看到的实力而言 念天道人和如意老人齐名 可以说是完全合理 起初 这念天赌阵 除了释放耀眼的紫色光滑外 便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黑夜降临 这念天赌阵的光滑 已是将聚集与风暴世界之人 吸引大半之后 那念天赌阵 才终于有了反应 龙龙龙龙龙 白雪覆盖的平原开始颤动 紧接着被深埋于雪层深处的土壤 居然开始如同山峰一般 破冰而出 那升起的山峰 总共有着十一座 当停止升起之际 十一座山峰的高度 竟也各不相同 从左至右 如阶梯一般 一座高过一座 当人们不明白 这十一座山峰代表的寓意之际 第一座山峰 也就是最矮的那座山峰 忽然涌现出了紫色的光滑 紫色的光滑 如同底峰一般 在山峰之上移动 很快 七个闪烁着紫色光滑的大字 出现在了山峰之上 隐士道福 隐不语 隐不语 当隐士 道福隐不语 这七个字出现之后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从人们那热议的话语之中 楚风也是得知 那隐不语 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隐不语 出身很不简单 他来自圣光天河内 六座上星域之一的死亡星域 死亡星域 虽然汇集了诸多散修高手 但也有一些强大的势力 在其中立足 而隐士道福 便是这些势力之中 最为强横的存在之一 这隐不语 便是这隐士道福的少福主 他不仅出身了得 更是天赋一柄 据说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踏入无品至尊境 乃是当今圣光天河内 最声名赫赫的天才小辈之一 且值得一提的是 那隐士道福 此时也来到了此地 并且当隐不语的名字出现后 隐不语更是直接 从隐士道福的战车之中走了出来 一时之间 本就沸腾的人群 变得更为热闹 许多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隐士道福所在的方向 隐不语 已然成为了这片天地 最引人瞩目的存在 本章完 第4547章 高低排名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也是忍不住好奇 观察了一下那隐不语 这隐不语 一袭青色长袍 手握折叠指扇 面容娇好 气质不凡 看上去的确是一表人才 只是他与其他天才一样 在他的脸上 有着毫不掩饰的傲气和自负 但显然 他有自负与骄傲的资本 而眼下 这隐不语 被亿万人的目光所盯着 他也是非常享受这种待遇 竟然抱拳 向四方问候 问 就在隐不语的名字浮现没有多久 那第二道山峰之上 也有紫光涌现 紫光游走之后 又有一个名字出现 遇封宗 江长空 当这个名字出现后 原本凝视于隐不语的目光 立刻转移 投向了这片天际的另外一个方向 在那里 也有着几座巨大的浮空战车 漂浮于虚空之上 战车上面 数面巨大的旗帜 随风而动 旗帜上面所写着的 正是遇封宗三个大字 而楚风注意到 当那第二座山峰上 出现了遇封宗江长空这六个字后 隐不语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从众人的议论中 楚风也是知道了缘由 那遇封宗 同样来自死亡星域 而那个江长空 乃是遇封宗宗主的闭门弟子 虽不是遇封宗宗主的亲生子嗣 可却也是天赋异禀的天才 江长空和尹布宇一样 他们成名已久 早就名震盛光天和 他们的实力 虽不如渔猎那般强横 可却也是被世人公认的天才 至少他们的二人的名气 远非龙小小等人可比 而江长空和尹布宇 所在的势力同在死亡星域内 二人难免被人比较 所以 他们彼此 都看对方不顺眼 在一年之前 他们二人之间 终于发生了一场交锋 只是那一战 乃是江长空获胜 至此 尹布宇就背上了 不如江长空的名声 当二人的名字出现后 人们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很可能是盛光天和内 后背实力的排名 而第一个出现名字的山峰 是最矮的一座山峰 也就预示着 是实力排名最弱的一个 尹布宇和江长空本就有过节 可如今这排名 尹布宇还弱于江长空 尹布宇自然很是不爽 不过当人们得知 这山峰所暗藏的意思后 对于后面的排序 也是越发期待起来 果不其然 很快第三座山峰上面 也出现了名字 群妖圣殿 魁无敌 当这个名字出现后 沸腾的人群更加兴奋起来 毕竟相比于御风宗和尹士道府 这群妖圣殿名声更大 实力更强 乃是公认的 当今天河内 除了圣光一族外 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只论势力强弱 无论是御风宗 还是尹士道府 显然都无法与群妖圣殿相提并论 靠 正念天道人开玩笑吧 我魁无敌 有这么弱吗 居然排在这种位置 不过相比于看热闹的众人 魁无敌可就不太高兴了 对于魁无敌的反应 在场的不少小辈 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出言安慰 也有人出言挖苦 虽然嘴上拿魁无敌开玩笑 但紧接着 如龙小小 鹰黛粉 傅飞月等人的情绪 却也变得紧张起来 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吗 将是怎样的排序 该不会很低吧 若是很低 那可就有些丢人了 但相比于排名较低 人们却更害怕另外一个可能 那就是没有出现 如果名字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的话 岂不是说明 他们连那尹不语和江长空 都是不如 不管众人适合想法 谜底总会揭晓 那山峰之上的名字 依此开始出现 从矮到高 从弱到强 依此是 尹氏到辅 尹不语 御风宗 江长空 群妖圣殿 魁无敌 群妖圣殿 暴月 鱼氏天族 鱼影 鱼氏天族 鱼虹 云空仙宗 傅飞月 云空仙宗 因带焚 龙氏 龙小小 直至此时 龙氏 群妖圣殿 于是天族 以及云空仙宗等庞然大物内的小辈 都已经出现 只是令人比较意外的是 那云空仙宗内的小辈 居然排名如此靠前 毕竟云空仙宗出自中兴玉 且是后起之秀 人们对他的实力还不了解 在人们印象中 云空仙宗的实力可能还不如御风宗和隐世道府 因此 云空仙宗内的小辈 能有这样的排名 他们自然很是意外 至于龙小小 虽然之前也没有什么名声 可他毕竟出自龙氏 所以人们对他的实力 并没有太多怀疑 反而非常期待 人们都想要看一看 这个叫做龙小小的龙氏后辈 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 居然能够排在第三名的位置 但与此同时 人们也都非常期待 那出现在最后两座山峰的人 究竟是谁 终于 在万众瞩目之下 那第二高的山峰上 也出现了名字 于是天族 渔猎 渔猎 渔猎二字一出现 这浩瀚人海所掀起的震荡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因别的 只因渔猎的名声实在太过响亮 那可是当年 在圣光天河内 公认的最强的三位天才之一 甚至连圣光一族 当今最强小辈之一的圣光雨 也曾败在渔猎手中 本章完 第4548章 楚风是谁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只是自从击败圣光雨后 渔猎便闭关修炼 再也没有出现过 关于渔猎闭关的传闻 更是数不胜数 只是至今无意可以证实 如今 渔猎的名字出现此处 难道预示着 渔猎将会参加此次最强后备争霸赛? 如果渔猎真的来的话 那这场最强后备争霸赛 第一名的位置 基本没有悬念了 毕竟这场争霸赛 圣光一族的后备不会参加 这种情况下 当今圣光天河内 根本没有小备能够和渔猎抗衡 众人都觉得 如果渔猎来参加 那他基本已经锁定了 这最强后备的称号 因为如果抛开圣光一族内的天才的话 渔猎早就是这圣光天河内 公认的最强天才了 不对 渔猎只是第二 那最高的山峰上 还没有名字出现呢 这是不是预示着 如今圣光天河内 已经出现了 比渔猎更强的后备天才 很快 也有人看着 那最后一座山峰议论起来 渔猎名字的出现 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期望 但无疑 那最后一座山峰 才是现在人们所最期待的 终于 紫光再现 那十一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 名字已然出现 楚氏天族 楚风 当这个六个大字出现之后 原本热闹的天际 如同静止了一般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一直盯着那山峰上的六个大字看着 他们起初怀疑自己看错了 直到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之后 这浩瀚人海便立刻炸开了锅 楚氏天族 这是什么东西 这楚风 又是什么东西 人们一脸错愕 不知所措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楚风是谁 至于楚氏天族 翻遍他们脑海中 各个强大势力的名称 也是搜索不到这楚氏天族四个字 种种迹象 都已证明 无论是这楚风 还是楚氏天族 都是无名之辈 楚风 难道是击败吕戒那个楚风 但是 很快也有人想起了楚风的名字 吕戒 是悟道圣尊那位弟子吗 有不明真相的人问道 对 就是那个 被誉为当今圣光天河 最强后辈界灵师的吕戒 当日在远古灵域内 除了悟道圣尊外 各方界灵师 几乎全部到场 而这个楚风 一名惊人 他不仅击败了悟道圣尊的弟子吕戒 更是夺得了远古灵域的传承 对了 他还有一个师尊 其师尊乃是武尊敬高手 结界之术更是达到了恐怖的龙变五重 那楚风的师尊 不仅实力强横 更是心狠手辣 就连大名鼎鼎的罗陀大师 和鬼脸天尊 都被其师尊所杀 当初远古灵域发生的一幕 也是有着不少人见证 而那一日的震撼 也只有当时见证过的人 才能感受得到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讲述其楚风 当日在远古灵域内所做的事 就连牛鼻子老道都被提及了起来 于是楚风的名号很快就响彻开来 大家已是知道楚风的来头 这让那些不了解楚风等人 也是知道 楚是天族 可能不值一提 但这个楚风 绝对是一号人物 可是 就算他结界之术 极为出众 能够击败吕剑 可那也是结界之术 不代表修为强横 他出现在这十一座山峰之中 人们还能够理解 可出现在 这十一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 人们仍是难以信服 哪怕已经听闻楚风的事迹 可许多人还是觉得 这个楚风的名字 不配出现在那座最高的山峰之上 WONG 忽然 那覆盖天际的紫色光滑开始收敛 最终化作一团紫色的光芒球体 漂浮于这念天堵阵的上空 紫色的光芒球体虽然耀眼 但却正在化作气焰 分解 消散 而当那光芒散去后 一道身影也是浮现出 此人 正是这念天堵阵的主人 念天道人 念天大人 请问 这十一座山峰的排序 是怎么回事啊 大人 为何这山峰上面 会有鱼猎的名字 难道鱼猎也要参加此次最强后备争霸赛吗 念天大人嘛 那个楚风 他真的如此强横 他真的有资格将名字刻在那座最高的山峰之上吗 当念天道人现身之后 众人纷纷发问 诸位 这个排名 乃是我念天自己心中的排名 并不代表这最强后备争霸赛的结果 念天道人给出了自己的答复 只是他此话一出 人们更是不解了 念天道人心中的排名 那也就等于对于楚风 念天道人是认可的 可是凭什么 这楚风 真有如此本事 这楚风在您心中 怎有如此高的位置 竟然连鱼猎也不如他 念天大人 难道您认识 这楚风不成 众人问出了心中的不解 但念天道人 显然不愿意再做过多说明 于是他单手捏绝 身上有紫色光滑涌现 在他如此催动之下 那念天堵阵也是有了反应 刷 忽然 念天道人大秀一挥 无数道散发着紫色光滑 却如水滴大小的光芒球体 如暴雨一般向周围四散而去 本章完 第四千五百四十九章 惊人的举动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快瞧 看到那紫色光滑 众人如同疯了一般 纷纷纵身而起 使用各种手段 想要去抢夺那些水滴大小的紫色光滑 他们知道 那紫色光滑 便是可以用在念天堵阵之上的筹码 等此次赌局结束之后 这些筹码 是可以用来兑换相应的念天真气的 只是很快 人们便发现 那紫色光滑 他们根本无法抓去 莫说是至尊镜的不行 哪怕武尊镜那种级别的存在 也同样是不行 那紫色光滑 就像是选好了人一样 直接飞入了众人的身体之中 除了被他选中 他自己进入体内 人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实际上 人们对于这种情况早有预料 毕竟他们对于念天堵阵都有了解 刚刚的抢夺 只是试一试 当他们发现 仍然无法 用自己的力量 来夺取那些筹码后 他们也都纷纷停手 开始任命 虽说得到这筹码 是免费的 但很显然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 得到这个免费的筹码 最终仍有一小部分人 没有得到那紫色光滑入体 也就等于丧失了 这免费赌博的机会 这一次的赌法很简单 就赌谁能成为 此次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最强后辈 选出你们心中的最强后辈 待到最强后辈争霸赛结束 排名确定之后 你们再回到此阵来 这阵法自然会给予你们相应的奖励 现在就选出你们心中 能够成为当今圣光天河最强后辈的人选吧 念天道人对众人说道 不过他此话落下后 人们并没有立刻行动 念天大人 我想问一下 鱼猎会参加最强后辈争霸赛吗 还有那个龙小小 他到底有没有来 云空先宗的那两位 也会参加吗 众人纷纷询问起来 之所以这样问 那是因为如龙氏以及楚风等人 他们并没有露面 所以很多人还不知道 龙小小等人 到底会不会来参加这最强后辈争霸赛 若是鱼猎龙小小等人 不会参加这最强后辈争霸赛的话 那他们若是选了 也就等于是必输无疑 刷 可就在此时 念天道人将手抬起 那些已经得到了紫色光滑的人 其体内的紫色光滑 竟然从他们身体之中飞掠而出 最终回到了念天道人的手中 大人 您这是干嘛呀 那些被抽走紫色光滑的人 皆是不知所措 若是我把答案告诉你们 还要你们来赌吗 谁还要问 我就将他的筹码抽走 念天道人 有些不悦地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人们也是反应过来 那些被抽走了紫色光滑的人 都是刚刚询问念天道人 这些小辈会不会参加最强后辈争霸赛的人 见此情形 人们已然明白 想要从念天道人那里获得线索 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只能靠自己 于是 原本按兵不动的众人 忽然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纷纷走到赌阵之中 然后才能催动体内的紫色光滑 融入山峰之中 而随着众人 将他们的筹码 融入那山峰之中 十一座山峰也是纷纷亮起了紫色光滑 在这黑夜之中 十一座闪烁着紫色光滑的山峰 显得格外美丽 只不过 根据人们投入的筹码不同 十一座山峰所散发的光芒亮度也是不同 当所有人都投出了他们心中所选后 十一座光滑的亮度 从强至弱 分别是 龙小小 鹰带焚 傅飞月 鱼猎 鱼鸿 鱼影 魁无敌 楚风 江长空 鱼步鱼 虽说大家都知道 鱼猎很强 可是考虑到 鱼猎已经多年没有消息 大家分析 鱼猎多半不会参加这次最强后备争霸赛 所以 鱼猎的排名才不是第一 至于龙小小 鹰带粉 傅飞月等人 虽然大家也不是非常了解 可他们却觉得 这些庞然大物出来的天才 必然是有真本事的 再加上 念天道人将他们排得如此靠前 必然也有念天道人的考虑 所以 龙小小 鹰带粉 傅飞月三人 才成为了大家选择的热门人选 当然有一个人除外 那便是储峰 尽管念天道人 将储峰的名字 刻在了最高的那座山峰之上 可因为储峰出身并不理想 上一次的战绩 虽然击败了吕界 可却也不足以站在 当今圣光天河最强后辈的地位上 所以大家对储峰投入的筹码并不多 但却也比江长空和尹步鱼要强 这也让江长空和尹步鱼十分的不爽 诸位小友 还不投注吗 忽然 念天道人 将目光投向了储峰等人所在的方位 他这句话 起初还让人们感到不解 直到虚空颤动 龙氏 于是天族 群妖圣殿 以及云空仙宗等大队人马 浮现而出后 人群顿时沸腾了 但是看到那些出场的小背后 许多人连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鱼猎的身影 鱼猎 他竟然来了 那是消失多年的鱼猎 我的天啊 鱼猎竟然都来了 那这场最强后背争霸赛 根本就没有了悬念啊 我真是蠢啊 我居然不选鱼猎 哎 众人哀怨不断 悔恨不已 但也有不少人 笑得合不拢嘴 不管怎么说 鱼猎所得到的投注量 还是排到了第四的位置 这说明仍然有着许多人 选择了鱼猎 他们才是真正的赌 但是在他们看来 他们如今赌对了 看来 轮到我们来选了 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 龙小小最先走了出来 他将那念天道人 给他的那张符纸捏碎 刹那间磅礴的紫色光滑 融入他的体内 看到那紫色光滑 众人羡慕不已 先前 在场的大部分人 也都得到了紫色光滑 那些紫色光滑 如雨点大小 融入众人体内 人们所得到的紫色光滑数量 少的为几道 最多的也就三十几道 可是眼下 龙小小所释放的紫色光滑 数量却达到了九百道 只要龙小小鸭对了人 那他这些紫色光滑 就可以翻倍 翻倍之后的紫色光滑 可以兑换到很多念天真气 那可都是 用来修炼的极佳资源啊 那丫头 疯了吧 可是下一刻 众人却傻眼了 因为在他们眼中 龙小小做出了一个极为惊人的举动 本章完 第四千五百五十章 如此偏爱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龙小小将他那足足九百道紫色光滑 全部投入到了楚风所在的山峰之上 可人们还没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 鹰黛粉 傅飞月 鱼红 鱼影 鲍月 魁无敌等一众小辈 也是纷纷出手 他们无一例外 全部都将他们手上的大量筹码 投入到了楚风所在的山峰之上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难道这个楚风 真的如此厉害 见到这一幕 众人从最初的不解 开始转变为自我怀疑 如果说 念天道人和龙小小 说这楚风很强 他们还不太相信的话 当这么多天才 都在用他们的行动来说明楚风的强大后 他们就不得不开始怀疑了 快看 鱼猎也动了 难道说 他也会选择楚风吗 很快 人们又都将目光 锁定在了鱼猎的身上 因为鱼猎所得到的紫色光滑 比龙小小还要多 他足足有着一千道 不过 人们眼下所关注的 并不是鱼猎身上有多少筹码 而是鱼猎会如何选择 身为曾击败圣光雨的天才 难道他也会与其他人一样 选择那个楚风吗 还是说 他更相信自己 将这筹码投在自己的身上 在众人瞩目之下 鱼猎最终做出了选择 他将足足一千道紫色光滑 全部投在了楚风所在的山峰之上 我的天啊 居然连鱼猎也做出了选择 连他这样的天才 都选择了楚风 这楚风真的强悍至此吗 我们 岂不是选择错了 哎 太蠢了 我们实在太蠢了 念天道人都已经给出了这样的排序 我们为何不信呢 此时 许多人开始懊悔起来 就连那些先前选择了鱼猎的人 也开始懊悔起来 鱼猎的选择 和其他人可不太一样 相比于龙小小 那未知的实力 鱼猎的战绩 可是众人见证过的 如他这样的天才 都选择了楚风 那也就等于 他自认为自己不如楚风 很显然 在场的十一个天才之中 那个楚风才是最强的一个 大家先别急 看他们的样子 他们这些小辈 应该是认识 并且关系还不错的样子 万一他们只是出于友情关系 故意帮帮那楚风呢 毕竟相比于他们 那楚风所得到的筹码实在太少了 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猜测 对啊 很有这种可能 我们这些家伙 在乎念天赌阵内的念天真气 可不代表龙是那些庞然大物的天才 也在乎啊 毕竟他们 本就不缺乏修炼资源 倘若关系好 碍于情面 故意用修炼资源 来为那楚风挽回一些颜面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说法一出 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说到底 他们还是不相信楚风 不觉得楚风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 会是当今圣光天河内 除了圣光一族外最强的天才 小恩公 该你了 龙小小将目光投向了楚风 因为楚风还没有进行投注 他之所以没有投注 是因为他在犹豫 他也知道 那十一座山峰上面 刻写了名字的人 必然是他最强 可他却也觉得 自己投给自己 好像有点太高调了一些 小小 那念天真气你用过吗 是非常厉害的修炼资源吗 楚风对龙小小问道 他是想确定一下 念天真气的强横程度 如果真的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楚风便投给自己 若是可有可无 楚风就将自己的筹码 分别投给龙小小 鱼猎 因戴焚等人 就当作回礼了 小恩公 你可千万别错过 这念天真气 可是很厉害的修炼资源 楚风兄弟 念天真气 根据悟性不同 得到的收获也是不同 你的确 不该错过这次机会 不仅仅龙小小给出了答复 就连鱼猎等人 也是奉劝楚风 得到众人这样的劝解 楚风也明白 自己该如何选择了 于是 楚风也是将那自己的 那张符纸捏碎 碰 符纸捏碎 紫色的光滑 顿时暴虑而出 我擦 这什么情况 而看到那漫天的紫色光滑 许多人都是惊得张大了嘴巴 龙小小所掌控的是九百道 鱼猎所掌控的是一千道 按理来说 就算楚风的名字 刻在最高的那一座山峰之上 它应该也只是一千一百道 可现在 围绕着楚风而旋转的紫色光滑 数量极为磅礴 啊 足足有着一万道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好偏心啊 看到楚风所得到的紫色光滑数量 就连阴带粉等人 也是有些不平衡了 念天道人 竟如此看好楚风吗 但如荣氏族长等人 他们却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念天道人主动赐予筹码的人 那都他所看好的人 而往往 他赐予筹码的数量多少 也代表着他对方看重的程度 楚风所得到的筹码数量 至今为止 还没有人得到过 真是好厉害啊 忽然间 一道声音乍响开来 那声音极为响亮 只是声浪 便撼动了这方天地 在这种场合下 几乎没有人会用如此声音说话 但顺身观望 看到那说话之人后 人们却又明白 此人为何如此大胆了 那是一名男子 面若青年 长相俊朗 乃是那种风流倜傥 一看就是浪子的模样 而在他的腰间 更是挂着一把银色长剑 长剑无剑鞘 哪怕月光照耀之下 也是光芒刺眼 一看 就是一把好剑 但 众人所看重的 却并非 那青年男子的配剑 而是他的身份 因为他 便是当今圣光一族 最强天才之一 圣光雨 本章完 第4551章 霸道的圣光雨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圣光雨出现后 原本吵闹的天地 竟然都有所收敛 无论是各方势力的大人物们 还是小一辈 以及散修之人 他们看向圣光雨的目光之中 都有着些许忌惮 圣光雨 不仅是圣光一族的天才小辈 还是圣光一族组长的亲孙子 他的身份 没有人敢得罪 尤其是龙小小 以及龙氏组长等人 看到圣光雨后 更是暗叹不妙 这圣光雨向来霸道 是一个不讲理的主 眼下 他正盯着楚风 且目光近视不善 这可不是一个好预兆 楚氏天族 我怎么没听说过 来自哪个心欲啊 圣光雨对楚风问道 再下来自祖武心欲 楚风礼貌地回道 祖武心欲 只是 听到楚风的回答之后 圣光雨却是一阵狂笑 笑声之中 竟是讽刺与嘲笑 祖武心欲 我知道 那不是垃圾心欲吗 你真的出自那种垃圾地方 圣光雨问道 他此话一出 龙小小等人皆是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 他们猜对了 这圣光雨果然是来找楚风麻烦的 于是 无数道暗中传音 开始涌入楚风耳帘之中 他们都在奉劝楚风 不要去顶撞这圣光雨 他们不希望楚风和这个圣光雨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但楚风看着那圣光雨 心中却也涌现出了极度的不爽 楚风也知道 这圣光雨身份超然 是不能得罪的人 可是对方已经说出了 如此侮辱性的话语 若因为对方身份 就去隐忍 那也完全不符合楚风的性格 于是 楚风还是开口了 垃圾 你是何以断言 祖武心域是垃圾心域的 我可是听闻 祖武心域 乃是修武 意图起源之地 若是没有祖武心域 未必会有今日修武意图的昌盛 那种神圣的地方 这位少爷却形容为垃圾 似乎不妥吧 楚风的话语 多少有着几分反驳之意 但楚风把控的很好 可以说 已是给圣光雨留足了脸面 起源之地 道听途说的东西 根本无从验证 你居然还当事实一样来说 垃圾心域的人 就是垃圾心域的人 还真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告诉你 修武者向来都是以实力说话 你别光说不恋 你若想为祖武心域证明 就拿出你的本事 来来来 你不是深得念天道人青睐 让我领教一下 你到底有何本事 圣光雨对楚风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无论是龙氏 还是群妖圣殿等许多人 内心都是变得慌张起来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这圣光雨 果然是来找楚风麻烦的 圣光雨少爷 这最强后背争霸赛就快开始 按照最强后背争霸赛的规则 圣光少爷你 不该与楚风交手吧 忽然有人开口了 竟然是俞烈 看到俞烈 圣光雨的目光又有变化 原本只是以高傲轻蔑的目光 看着楚风的他 此时眼中已有怒火正在窜动 我还以为是谁 居然敢打断我圣光雨的对话 原来是俞烈啊 俞烈 你来得正好 你闭关这么久 修为必定大掌 来 你与我再战一次 看看现在的你 是否还能胜得过我 哼 圣光雨说话间 便将其体内的威压释放而出 八品至尊 这便是圣光雨如今的修为 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修为 人们倒也并不意外 人们早就知道了 圣光雨如今的修为 其实 按照圣光雨当年展现的天赋 如今的他 可不应该只是八品至尊 最起码 也应该是九品至尊了 毕竟当年 与圣光雨齐名的天才 圣光年 如今就已是九品至尊 并且 最近那圣光年一直在闭关 是在冲击五尊境 当年天赋与实力相近的天才 如今却有了一定的差距 对此 人们也是有着诸多猜测 但最受认可的猜测 就是当年圣光雨被鱼猎击败之后 身体和内心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才导致这么多年的时间 他只是突破了一重修为 所以 圣光雨对鱼猎的恨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鱼猎只要出关 圣光雨去找鱼猎麻烦 那是必然的事 而现在 鱼猎居然还为楚风出头 那无异于是自投罗网 圣光少爷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鱼猎笑着说道 他认输了 他似乎早就对于这一天 做好了准备 所以他认输的时候 脸上并没有难堪之色 相反说出这句话后 他竟然有种如释重负之感 哼 不是我的对手 鱼猎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看不起我吗 然而 这圣光雨 却并没有就此罢休的打算 鱼猎是什么意思 他刚刚已经说了 你何必咄咄逼人 你若真的要打 我来奉陪 楚风开口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龙小小等人开始紧张起来 他们并不希望楚风 和圣光雨有所摩擦 可是与楚风没有关系的 那些纯粹的围观之人 却顿时变得异常期待 这楚风被念天道人如此器重 他们也想知道 楚风到底有这几斤几两 而圣光雨现在的实力 虽然不如圣光年 但他说是圣光天河第二 也是绝对名副其实 他们二人交手 那绝对是非常精彩的一战 所有人都想看看 这楚风到底能达到什么层次 他究竟是真材实料 还是徒有虚名 本章完 第四千五百五十二章 赌阵异响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嗨嗨 忽然之间 不远处传来一阵清壳 这片天地 聚集着亿万人群 各种议论之音 更是响彻不断 可偏偏那声清壳 却让几乎这片天地的所有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让人们意识到 那发出清壳之人 是有意让他们听到这个声音 胆敢在这种场面 做出这种事 必然也是来头不小 于是乎 许多人的目光 都是顺着那声清壳的方向望去 这才发现 那发出清壳的 乃是一个宛如书生模样的男子 看到这名男子 人们目光变换的同时 也是忍不住窃窃私语 因为那名男子腰间的令牌 说明了他的身份 他的确不是寻常人 他也是圣光一族的人 而相比于旁人 楚风认得这个人 此人 乃是在九魂天河 霸星山庄内 与楚风偶遇的圣光金安 当日这圣光金安 给楚风留下的印象很不错 不过 此时听到周围人的议论 楚风察觉到 圣光金安在这圣光一族内 似乎乃是一个无名之辈 至少在场的许多人 都不认得这个圣光金安 于少爷 我觉得 此时你与楚风进行切磋 不太合适 不知你们可否改日再找 圣光金安对圣光雨说道 他此话一出 许多人都为圣光金安捏了一把冷汗 圣光雨向来霸道 不仅仅是对外人霸道 对于圣光一族内的人 也同样霸道 甚至有的时候 对同族之人更为狠辣 圣光雨的性格 乃是不容许冒犯的那一种 这圣光金安 一个无名小辈 居然敢对圣光雨指手画脚 并且还是圣光雨正目火中烧之时 人们觉得 这个圣光金安的下场 可能很不乐观 有何不合适 然而 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圣光雨 并没有对圣光金安发火 反而对其询问起来 最强后背争霸赛就要开始 你若真的伤了楚风 导致影响了他的成绩 那对他而言可不公平 你若真的要与他切磋 完全可以在那最强后背争霸赛之后 再切磋 圣光金安说道 楚风 我今日 就给金安兄弟一个面子 你到底是不是垃圾 在最强后背争霸赛之后 我再来验证 圣光雨对楚风说道 他此话一出 人们更加意外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圣光雨会给这个圣光金安面子 一时之间 人们对圣光金安皆是刮目相看 纷纷开始打探这圣光金安的身份 可在场之人 似乎对这圣光金安都不太了解 楚风 你的筹码该使用啊 就在此时 念天道人的声音响起 他是在催促楚风 做出他的选择 于是 楚风便携带着 那足足上万道紫色光滑 踏入了念天堵阵之中 问 然而 楚风刚刚踏入念天堵阵 念天堵阵之内 竟然涌现出耀眼的光滑 那光滑共有十八道 十八道如蛟龙一般 自阵法之中飞掠而出 随后缠绕着楚风飞舞起来 与此同时 在这天际之上 竟也出现巨大的虚影 不仅十八道如蛟龙一般的紫色光滑出现 楚风的身影竟然也同样出现 只不过 无论是楚风的身影 还是那十八道紫色光滑 此时在天际之上 都是极为的巨大 巨大到 贯穿云端 所有人都能清楚地 看到它们的存在 怎么会这样 那是什么 人们看着虚空之上 所映射出的楚风 以及那光滑的虚影 议论纷纷 就连楚风 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为何那虚空之上 会出现它的虚影 天哪 难道说 这就是之前念天道人所说的 念天赌阵的意向 众人不解之际 有人发出一道惊呼 此话一出 人们的面容也是变得有些复杂 于是纷纷看向念天道人 想要从念天道人那里得知答案 的确是意向 念天道人说道 哇 而他此话一出 浩瀚人海 再度掀起了新的沸腾高度 虽然楚风 还没有和盛光宇交手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 这楚风 到底有着几斤几两 但他居然能够在 踏入念天赌阵后 引发意向 这足以证明 楚风的与众不同 小恩公 你也太厉害了吧 龙小小对着楚风发出尖叫 兴奋的又蹦又跳 而如鱼猎等人 也同样一脸敬佩地看着楚风 他们早就知道楚风的厉害 但今日的楚风 仍然带给了他们惊喜 此意向 他们早有耳闻 根据念天道人所言 念天赌阵 不仅是一个赌盘 它还是一个天赋的测试阵 当天赋足够强横者 踏入这念天赌阵之中 便会引起异响 只不过 这个要求极高 念天赌阵开启以来 无论是老一辈的人物 还是小一辈的天才 无数强者都曾踏入其中 就连当今 圣光天河内的最强者 圣光一族当今族长 圣光玄业 也曾踏入过这念天赌阵 可无一例外 却从来没有人 能够使得这念天赌阵的意向被处罚 因此 曾有人问过念天道人 是不是这意向 根本就不存在 可念天道人 却是笑而不语 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但今日 这意向涌现 触发者 便是楚风 这让人们意识到 别的不谈 只论天赌 在这圣光天河内 怕是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 怎么连意向都出现了 只是在众人为这意向涌现 而雀跃欢呼 惊叹不断之际 云空先宗的公孙长老 却是眉头紧皱 长老 楚风激发意向 证明其天赋无与伦比 这乃是天大的好事 可您为何愁眉不斩啊 有云空先宗的许多人 一脸不解地问道 楚风小有锋芒毕露 不知是好事 还是坏事啊 公孙长老此话说完 目光移向了圣光雨 而云空先宗的一些人 也是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了圣光雨 这才发现 圣光雨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 他极为愤怒 愤怒的脸上的青筋 都为之抱起 那眼中所涌现出的目光 已不仅仅是极度和愤怒 那目光让人不寒而栗 本章完 第4553章 注定名阳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紫色光滑幻化而成的虚影 立于天地之间 使得原本对这念天赌阵 没有兴趣的人 也被吸引了过来 因为这样的异象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 第一次看见 是由人的虚影 形成的异象 不过这异象 并未持续太久 很快那巨大的虚影 便消散开来 虽然异象消散 可人们的内心 却无法平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无法从楚风身上一开 楚是天族 楚风 无论这最强后背争霸赛 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可从今日起 他的名字 注定要响彻于这盛光天河 只不过 那究竟是好的名声 还是坏的名声 还要看这最强后背争霸赛 楚风究竟能够得到怎样的成就 意向消散后 楚风也没有犹豫 直接将自己身上的筹码 全部投入到了那刻写着他自己名字的山峰上 但是对于楚风这个举动 人们并未感到太过意外 倘若有自信 夺得最强后背争霸赛第一名的话 将筹码投给自己 乃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毕竟谁 都不会和修炼资源过不去 楚风 最强后背争霸赛之后 可不要逃 盛光宇对楚风说道 放心 我楚风绝对不会逃 楚风说道 那样最好 盛光宇此话说完 便大袖一挥 直接离开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盛光宇走后 盛光金安却是走到了楚风的境前 楚风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还未到楚风身前 盛光金安便对楚风 楚风抱了抱拳 见此情形 人们才意识到 原来这个身份神秘的家伙 与楚风相识 那也就是说 他出现在此处 并不是巧合 而是特地来为楚风解围的 此时 人们不止 是对盛光金安刮目相看 对楚风也更加刮目相看 先是与龙氏 群妖圣殿 于是天族 云空先宗 这四个庞然大物 一同来到此处 并且看那个样子 他们关系还非常不错 否则 那四个势力的天才 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筹码 全都投给楚风 紧接着 就连念天道人 也是公开表达了对他的看好 最主要的是 楚风还触发了 从未有人触发的大阵 而现在 居然连盛光一族的人 他都认得 并且看那样子 关系还很好 这让人们怎能不惊 许多人已经暗暗下定决心 绝对不能得罪这个楚风 否则 不说他的个人实力 就说他身后的这些关系 也会让他们不得好死啊 金安兄 刚刚多谢了 楚风也是 对圣光金安抱了抱拳 他知道 圣光金安这个时候出面 完全是替他解围的 楚风兄弟 你太客气了 我阻止圣光与少爷 其实也是为他好 我们身为圣光一族的人 应当以身作则 怎可破坏组长大人定下的规矩 圣光金安笑着说道 听闻此话 楚风也是笑了笑 圣光金安这话 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 楚风兄弟 这最强后背争霸赛 我就等你表现了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圣光金安说道 金安兄 这点你还请放心 既然这是一场对决 那我必定全力以赴 否则不仅是对我自己不负责 也是对大家的不尊重 楚风说道 那就好 那就风暴斗龙台见了 圣光金安说道 风暴斗龙台 金安少爷 你是说最强后背争霸赛 是在那风暴斗龙台举办吗 龙氏族长等人纷纷问道 不仅是他们 就连在场之中许多有身份的人 也是目录期待 其实他们目前为止 只知道这最强后背争霸赛 是在这个世界举办 但具体何处他们还不知道 可是那风暴斗龙台 他们却是知晓的 对 就是风暴斗龙台 其实今日 这个消息就会公布 风暴斗龙台所在的位置 也会随之公布 圣光金安说道 而见圣光金安 确定此时 龙小小等小辈 也是变得异常兴奋起来 随后 又简短的聊了几句后 便离开了 至于龙氏族长等人 则是赶忙 对楚风询问起 关于这圣光金安之事 他们都很好奇 圣光金安是何身份 楚风倒也没有隐瞒 告知了他与圣光金安 是如何相识的 只是 楚风其实也只是知道 圣光金安是圣光一族的少爷 至于关于他的其他事情 楚风也是 并不知晓 对了 那风暴斗龙台 是什么样的地方 楚风对龙小小等人问道 他从众人的反应中已经看出 那风暴斗龙台 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地方 本章完 第4554章 黑衣青年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小恩公 这风暴斗龙台 乃是风暴狂族的修炼之地 在楚风询问后 龙小小率先对楚风讲述起来 而听过龙小小的讲述 楚风也是大概知道了 这风暴斗龙台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头 风暴世界曾经的掌管者 乃是风暴狂族 而这风暴斗龙台 便是风暴狂族遗留之地 了解风暴狂族的人都知道 风暴狂族对族人非常狠辣 只因天赋不符合要求 就可以直接杀掉 因此 风暴狂族对后辈的训练 也同样非常的狠辣 乃是其他种族难以想象的 那是真正的地域级别的训练 而这风暴斗龙台 就是风暴狂族 专门用来训练小辈的地方之一 正常来说 这样一个地方 龙小小他们这些小辈 不该期待 而是应该恐惧才对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 自然也是有所原因 一直有传闻 风暴斗龙台内 藏有风暴狂族的秘密 甚至蕴藏着风暴狂族留下的武技 风暴狂族为何物 在其存在之时 哪怕如今的天河统治者 圣光一族 也要避其锋芒 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风暴狂族 可是要强于圣光一族的 这样的家族 遗传下的武技 那必然非同小可 若是能够得到 必然是可以成为家族传承的宝物 这就是龙小小等人期待的原因 其实对于风暴斗龙台 也不必过于期待 相反 我觉得诸位小友 还是要做好面对困难的决心 那毕竟是风暴狂族 用来训练小辈的地方 在一众小辈兴奋之际 云空先宗宗主 却忽然提醒起来 而对于他的提醒 众人也都觉得非常有道理 自从圣光一族通知圣光天河后 风暴狂族的领地 便被圣光一族占领 若真的有什么宝物遗留下来 那多半已经被圣光一族拿走了 当然 因为这风暴斗龙台 只有小辈可以进入 若是圣光一族的小辈 没有这个实力 或者悟性不足 那么无法破解其中秘密 也是情有可原 所以人们抱有一丝希望可以理解 但的确不该抱有太大的希望 否则很可能会换来一场空 相比于风暴斗龙台内 可能藏有的好处 的确更应该考虑 那风暴斗龙台的危险 圣光金安所说的话 来是真的 很快 在此次最强后备争霸赛 举办的场地位置 就公布出来 那里 正是风暴狂族的遗留之地 风暴斗龙台 为了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各方势力的天才 都在努力备战之中 来自尹氏道府的天才 尹布宇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相比于其他人 尹氏道府 却是在这风暴世界内 为尹布宇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修炼之地 虽然风暴世界 如今来了许多的人马 可因风暴世界太过辽阔 所以 仍有无人踏足之地 尹氏道府 本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安营扎寨 却不曾想 无意间发现了一处空间 那空间内流动着奇异的力量 不是简单的天地能量 但却比天地能量 还要强烈得多 不过那空间 只有小辈可以进入 原本 尹氏道府的所有天才小辈 都进入其中修炼 可后来发现 那里面的奇异力量是有限的 于是综合考虑之后 那里 便成为了尹布宇 专属修炼的地方 此时 尹布宇正在其中修炼 原本到了关键时刻 可此地的奇异力量 却越来越淡薄 该死的 怎么这个时候力量用光了 明明就快突破了 难道要我眼睁睁的 看着那个楚风明扬天下 盖过我的名声不成 尹布宇恼羞成怒 竟怒骂起来 原本 他心中的禁地 乃是御风宗的江长空 可当日 在那念天赌阵前 看到楚风引起的轰动之后 他便下定决心击败楚风 只要击败楚风 他就可以取而代之 将楚风所获得的所有名声 全部揽到他的身上 而借助此处的奇异力量 他原本有机会突破的 可现在 那奇异力量 眼看就要彻底消失 他突破的希望也将落空 这才使得他气急败坏 你一直念叨的那个楚风 很强吗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这使得尹布宇勃然大怒 因为他已经下令 除了他之外 其他小辈不可以踏入这个空间之中 这个时候 居然有其他声音出现 那必然是由小辈违背了他的命令 也难怪此处的奇异力量 会越来越淡 恼羞成怒的他 就要破口大骂 可是他顺身观望之后 却愣住了 那出现在这座空间内的 乃是身穿黑色长袍 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青年男子 这个青年男子 长相很是普通 尹布宇并不认识他 最主要的是 从他的穿着打扮 尹布宇可以确定 他并不是尹士道府的人 你是什么人 谁允许你进入这里的 尽管不认识对方 可尹布宇冷声质问 那语气就像是审问犯人一般 呵 可是听到尹布宇的话后 那名黑衣男子 却是淡淡一笑 明明是你在盗取我 用来修炼的力量 怎么好意思来质问我 那名黑衣男子说话间 手掌一番 自己手中出现一个黑色的莲花 那黑色莲花绽放开来 竟有无形的气体释放而出 感受到那气体所散发的力量 尹布宇顿时狂喜 因为 那正是他这些日子 用来修炼的奇异力量 刷 当尹布宇得知 但是 原来那奇异力量 来自于这黑衣男子 手中的黑色莲花后 他也不废话 直接纵身而起 冲向黑衣男子 是要抢夺黑衣男子 手中的黑色莲花 哇 只是当尹布宇 靠近黑衣男子之后 却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只见黑衣男子 动都没动 尹布宇便被钉在了半空之上 而一缕黑色气焰 更是化作一只黑色的手掌 紧紧地掐住了尹布宇的脖梗 本章完 第4555章 天河最强者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呼 黑衣青年目光转冷 有更为磅礴的黑色气焰 自其体内释放而出 黑色气焰化作的手掌 虽然放开了尹布宇的脖梗 可那黑色气焰 却化作了数十个带着利爪的黑色手掌 将尹布宇团团包围 那个架势 若是尹布宇 有什么动作 就立刻将其撕成粉碎 别 别杀我 我可是尹士道府的少府主 我父亲他们也都在这里 他们现在 就在这空间的外面 若是不幸 你可以自己感应一下 你若杀了我 我父亲他们 绝对不会放过你 尹布宇也是慌了 没有了先前的盛气凌人 反而眼中尽是恐惧之色 尹士道府 我听都没听说过 别说这种无名之辈 就算圣光异足 我也不放在眼里 黑衣青年一脸的不屑 那种不屑 可不像是虚张声势 而是真的无所畏惧 甚至不屑一顾 而见黑衣青年 居然说出这种话 再加上黑衣青年 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以及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态 尹布宇也是心中一紧 暗暗吞了一下口水 他已经意识到 对方必然来头极大 这种情况下 他不敢再有一点的狂妄和自大 这位大人 你不要杀我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尹布宇卸下了自己所有的尊严 卑微至极 甚至如果现在黑衣青年 叫他跪在地上 他都会毫不犹豫 告诉我 你这几天一直念叨的那个楚风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当今小辈之中 最强的人吗 黑衣青年问道 没错 那楚风就是当今天河内 最强的小辈 只不过那楚风虽强 却非常狂妄 扬言当今天河内的小辈之中 除了他之外 皆是废物 正因这楚风如此狂妄 我才下定决心 要将其击败 好错一错他的锐气 这尹布宇也是一个卑鄙之人 当他意识到 这个黑衣青年 很可能也是冲着 最强后背争霸赛而来之后 便开始颠倒黑白的诬陷楚风 目的就是希望 借助黑衣青年之手 将楚风击败 他觉得 若是黑衣青年 去对付楚风 那楚风必败无疑 至今为止 他还从未在一个小辈身上 感受到如这黑衣青年一般的 恐怖压迫感 听你这么说 这个楚风倒是有点意思 我倒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会一会他了 黑衣青年说道 这位兄弟 那楚风虽狂妄 但依我 看他绝对不如你 你若要出手 他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尹布宇说道 少拍我的马屁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念在 你告诉了我一些有用的消息面子上 我就不追究你 窃取我修炼资源的事情了 黑衣青年此话说完 他们便收回了黑色的气焰 身形一转 便消失不见 而当黑衣青年走后 这本奇异的空间 也是恢复成了原来的样貌 此时 尹氏道府的所有人 包括尹氏道府的辅主 尹布宇的父亲在内 都站在那空间之外 空间忽然消失 只看到尹布宇贪坐在地 并且脸上还挂满了冷汗 他们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于是赶忙赢了过去 布宇 你怎么了 尹布宇的父亲 一边搀扶起尹布宇 一边问道 父亲 我们似乎低估了我们 盛光天河 尹布宇说道 布宇 此话怎讲 尹布宇的父亲问道 这次最强后辈争霸赛 会非常的精彩 不仅仅有 楚风一个星星 还有其他人 尹布宇说道 布宇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你说的人是谁 尹布宇的父亲追问道 而后 尹布宇倒也没有隐瞒 将刚刚的经过 告诉了尹士道府的众人 居然有如此厉害的后辈 到底是何方神圣的弟子 听闻尹布宇的一番话后 就连尹布宇的父亲 以及尹士道府的高手们 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不简单 刚刚那道空间 他们无可奈何 而那空间 却是黑衣青年 用来修炼的地方 指冲这一点 他们就意识到 那黑衣青年 要么是身怀极为强横的宝物 要么就是身边 有强大的高手保护 各方人马 原本栖息在不同的地方 可眼下 几乎所有人马 都是聚集到了一片 极为广阔的冰雪平原之上 万众期待的第一届最强后辈争霸赛 终于到了开始的日子 来自各方的修武者密密麻麻 如同蚂蚁和蝗虫一般 遍布天地各处 但这人海 却已有着无法靠近的地方 在那里有着一重结界 结界以圆形之状 覆盖住了大地 其实结界不是很强 可是结界周围 却插着圣光一族的旗帜 这便是人们 不敢靠近它的原因 诸位 久等了 忽然 一道声音自远方乍响 顺身观望后 如蝗虫一般 遮蔽虚空的人影 立马散开 流出一条极为宽阔的空中道路 只见 那声音响起的方向 无数艘浮空战船 整齐地破空而来 其中最大的一座浮空战船上面 不仅宫殿成群 更是有着江山川湖泊 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型国度 而在那巨大的战船之上 不仅有着树面圣光一族的旗帜 随风而动 烈烈作响 一道身影 更是立于战船的最前方 那是一名皮肤有黑 有着一头银色长发和胡须的老者 这名老者 身穿银色铠甲 头戴银色皇冠 虽已年迈 可却依旧气宇不凡 尤其那双眼睛 更是不怒自危 令人感到畏惧 那种气场 可以说 这片浩瀚天地间 亿万人群 没有一个人比他强大 那是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 而他 便是当今圣光天河的最强者 圣光一族族长 圣光悬夜 拜见族长大人 看到圣光悬夜后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赶忙施以大礼 面对这位 没有任何人敢有所怠慢 哪怕龙氏族长等人 也必须俯首称臣 不必多礼 圣光悬夜说话间大秀一挥 顿时无形的力量 覆盖天地 不仅所有施力之人 被其搀扶而起 就连下方的结界 也是随之消散 楚风无法估算圣光悬夜的修为 可他乃这片天地当之无愧的最强者 可以说 他拥有着一念之间 便主宰众人生死的力量 在当今这片天地 说其是神 也不为过 但楚风感叹 圣光悬夜强大的同时 却也是将目光 投向了那冰雪平原的最中心 当那结界散去之后 浮现出的 不仅仅是冰雪平原 还有这一座 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建筑 那 便是风暴狂族遗留之物 风暴斗龙台 本章晚 第4556章 踏上征程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冰雪平原之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鄙视台 此台由青色石头打造而成 面积极大 宛如小型陆地 台面之上 竟是复杂的符咒纹路 犹如一座大镇 覆盖于辽阔的台面之上 不过这鄙视台 也有着一重结界 那结界使得人们无法直接踏入其中 想要进入其中 只能通过石门 位于鄙视台的四周 共树立着上百道石门 每道石门 都有着相同的造型 高达百米 门体为长方形 门柱并无特殊之处 但在石门的上方 却有一道流动着七彩光滑的水晶 立于上方 至于石门的中心 便是一道结界门 显然 穿过结界门 就是通往鄙视台的道路 但若要踏入其中 必然也不是轻松的事情 嗨嗨 就在众人关注着 那风暴斗龙台之际 一道青壳忽然响起 乃是当今 圣光天河最强者 圣光悬夜 圣光悬夜 先是用目光扫视了一圈众人 随后便讲述起来 诸位 想必你们 对于这风暴斗龙台 都是有所耳闻 但我相信 你们对于他的了解 还不够清楚 我只能说 这风暴斗龙台非常的危险 进入其中者 可能无法活着出来 但这里面 却也有着机遇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大家 这风暴斗龙台内 隐藏着一些关于风暴狂族的秘密 这些秘密 其实就是风暴狂族的武技 这些武技的珍贵程度 可以说是 对于当时风暴狂族来说 也是非常稀有的 在当年那个时代 风暴狂族之中 也只有天赋与实力并存的风暴狂族小辈 才能得到这武技 而风暴狂族 是一个多么强悍的家族 也无需我圣光一族多言 那种家族的武技有多珍贵 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风暴狂族的确过于残暴 可他们追求力量的决心 却也是指得我被学习的 这便是我将圣光天河 这第一届最强后备争霸赛 选在这里的原因 我希望 我圣光天河的后备 在修武意图的道路上 都能有一颗无惧艰险 勇往直前的决心 此次最强后备争霸赛的规则很简单 踏入这风暴斗龙台 然后根据踏入风暴斗龙台的顺序 进行比拼 最后的获胜者便是这最强后备争霸赛的最强者 但我还是要再提醒诸位小友一次 这风暴斗龙台的凶险程度 可能远超你们之前修炼的地方 所以 若是惧怕死亡 或者对自己实力没有信心者 就不要踏入其中了 但你若是一位勇者 那不妨踏入其中一事 在我看来 敢踏入这风暴龙都泰 不仅仅是你们这些同辈之间的鄙视 也是对于风暴狂族的挑战 要知道 这风暴斗龙台 就连当年风暴狂族的小辈们 也是有许多无法安然通过的 若是你们能够通过 那何尝不是一种荣誉 盛光悬夜此话说完 目光又开始打量起在场的小辈 只是他目光所过之处 许多人却都是低下了头 很多人胆怯了 原本就有些慌得他们 从盛光悬夜口中得知 这风暴斗龙台 居然连风暴狂族的许多小辈都无法通过后 他们更是不敢踏入其中了 盛光悬夜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看到许多小辈低下头后 他的目光倒也没有一丝变化 只是一番打量之后 他的目光却最终落在了楚风 以及龙小小 鱼猎等一众小辈的身上 准确来说 他的目光是落在了楚风的身上 但却也只看了一眼 他就将目光收回了 他没有再说话 是在给各方小辈们思考的时间 众位小辈也的确开始思考起来 甚至许多小辈都在和各自势力的长辈们商量着 此地的凶险已是非常明了 但那风暴狂族的武技也实在太具有诱惑力 这的确是一个颇为艰难的决定 就连鱼猎 鱼虹 鱼影 以及鲍月等一众小辈 也围绕着风暴斗龙台展开了讨论 只是在众人讨论之际 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人群的一个角落 楚风是感受到了有一个人的目光 一直凝视着自己 起初并未在意 可是后来觉得那目光似乎有些不同 于是便看了过去 顺着感受到的目光 楚风发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青年 那青年 面容极为普通 是那种站在人群之中 不会被人注意的类型 可楚风看到他之后 却意识到 这个黑衣青年有些不简单 首先 他的眼神以及面容 都洋溢着极度的自信 其次 连楚风都看不穿他的修为 不知他到底适合境界 最令楚风意外的是 当他看到楚风看向他后 他竟大嘴一脸露出了一个有些邪恶的笑容 随后抬起手来 先是指了指楚风 紧接着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挑衅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挑衅 这个家伙是找死吗 忽然 龙小小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 原来龙小小也注意到了这个黑衣青年 刚刚黑衣青年对楚风做的挑衅动作被他看在眼里 而龙小小这一开口 如鱼猎 鹰黛粉等一众小辈 也都是注意到了那黑衣青年 可是 面对众位顶尖天才的目光 那黑衣青年 却是丝毫不惧 反而嘴角那不屑的笑容 变得更为浓郁 这个家伙是谁啊 发生什么了吗 鹰黛粉等人还不明情况 于是纷纷对龙小小询问起来 不知道是谁 但他刚刚却敢挑衅我的小恩公 龙小小说道 他居然如此大胆 连我楚风兄弟都敢挑衅 楚风兄弟 你别与他一般见识 这种喽啰 都不需要你出手 等一下他 若是敢踏入风暴龙斗台 看我不打的他爹妈都不认识他 暴月对楚风说道 紧接着 其他小辈也是表达出了相同的意愿 诸位 此人不简单 我劝你们一句 若是遇到他 最好不要与他交手 楚风说道 啊 听闻此话 众位小辈都是一惊 他们本来 只是把那黑衣青年 当成了小角色 却没有想到 楚风竟给予了他如此高的评价 楚风兄弟 你认识那个人吗 鱼猎等人不由问道 不认识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 有些不同寻常 我建议大家 若是遇到他 还是远离他 楚风说道 可是他刚刚 居然敢挑衅小恩公 我怎么能放过他 龙小小愤愤不平地说道 听话 把他交给我就好了 楚风对龙小小说道 且此时他看向龙小小的目光 竟然有些宠溺 楚风注意到 那个黑衣青年 是感受到那黑衣青年的不同 龙小小能够注意到 那必然是因为 他的注意力 一直在楚风身上 是怎样的关注 才会一直把注意力 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所以 龙小小这样的举动 让楚风有些动容 好 至于龙小小 则是乖乖硬下 不仅硬下 那丫头 还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只是简单的听话两个字 就让他心花怒放 诸位小友 考虑的怎样了 就在此时 圣光悬夜的声音再度响起 回禀大人 我愿意试 我也愿意一试 为了我圣光天河的荣耀 我要挑战这风暴斗龙台 一时之间 如雷鸣般的声音 自四面八方响起 许多小辈高声呐喊 以表达自己的决心 那些 都是愿意踏入其中的小辈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 明知道自己没有机会 击败楚风等人 可却仍愿进入那风暴斗龙台一试 看到这么多小辈 在知道凶险程度后 仍愿意踏入其中 圣光悬夜 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我宣布 第一届最强后辈争霸赛 现在开始 没有资格限制 只要够胆者 就开始你们的征程吧 画到此处 嗓音变得高亢了许多 刷刷刷刷 王小小等人 也已随着众人 一同穿过了石门的结界 前往了踏上风暴斗龙台的征程 本章完 第4557章 物费事皆等尔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龙龙龙 当楚风等人进入石门后 便如石沉大海一般 全部消失在了石门的结界之中 并未有人出现在那鄙视台之上 但那鄙视台 却并没有风平浪静 眼下 那巨大的鄙视台 便开始隆隆作响 剧烈的颤动 莫说大地震荡 就连天空都在抖动 而与此同时 鄙视台上面刻画的符咒 不仅散发光芒 更是开始转动 那分明就是一座大阵 随着阵法开启 那鄙视台也是 发生了变化 有一棵棵大树 从阵法之中延伸而出 鄙视台上继续变化 竟有山脉拔地而起 飞流瀑布 汹涌江河 起初 那鄙视台不过是由青石打造而成 一眼望去空荡荡 除了印在青石上的符咒之外 上面什么都没有 可现在 那鄙视台上面 荒漠 绿洲 山川 江河 甚至连海洋都有这几片 并且在鄙视台之内 还出现了片片浮云 那鄙视台内 俨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只不过 那世界内的一切 与现实对比 都是非常的渺小 比如鄙视台上的参天大树 在众人看来 却只有蚂蚁大小 不过对此 在场之人 倒也没有大惊小怪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所以他们都很清楚 那鄙视台内是独立的世界 倘若楚风等小辈 踏入其中 也会变得非常渺小 简单地说 并不是那鄙视台内的 世界真的小 只不过 那是一个封锁的空间 不真的置身其中 无法感受它的辽阔 鄙视台内的变化很快 转眼间已是基本定型 唯有中间 还在不断变换着 那是一片平原 此时 浩瀚天地间 亿万道目光 都凝聚在了那平原之上 他们想看看 那平原究竟会有着怎样的变化 轰隆隆 终于 那座平原开始动了 它拔地而起 速度极快 转眼竟穿过了云层 俨然形成了一个极其雄伟的山峰 而在平原下方 土壤变化 竟然幻化成了两条巨龙 盘在了山峰之上 那世界内奇景无数 可若与这盘着两条巨龙的通天山峰相比 却是变得不值一提 那里 应该才是真正的风暴斗龙台吧 人们看着那盘着 两条巨龙的通天山峰 都意识到 那里可能才是各方小辈们 将要踏入的终点 换句话说 那里 应该是楚风等小辈 一决胜负的战场 怎么又开始变化了 但很快 人们注意到 那鄙视台上面的云层 越来越密集 没过多久 遮盖住了人们的视线 眼下 除了鄙视台最中间 那盘踞着两条巨龙的通天山峰外 便什么都看不到了 世界内的一切 都被那云雾遮挡住了 这什么情况 不让我们看吗 难道说 当年风暴狂足的人 在这风暴斗龙台开启之后 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 对于那鄙视台上的变化 许多人都议论起来 他们其实很是郁闷 本来 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映入了他们眼帘 他们觉得 楚风等小辈 迟早会出现在那世界内 到了那个时候 那世界内发生的一切 都浸在他们眼底 他们将以神灵般的视角 见证一切 想一想 都是非常的爽快 可现在倒好 那鄙视台 竟然被云雾遮挡起来 并且可能是由结界 护住了鄙视台的原因 他们各种手段都是没用 根本无法穿透那云雾 鄙视台内 若发生什么 他们也是难以知晓了 这种变化 对他们而言 自然扫兴 与此同时 楚风等人虽踏入了石门 可进入的 却是一个漆黑一片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 楚风等人动弹不得 就像是被丢到了一个荒芜的世界 然后被困在了这里 但楚风并未慌张 而是立刻寻求办法 想要脱离此地 很快 楚风便发现了猫腻 在这漆黑的空间内 其实有着一个物体 那是一个水晶 此时水晶虽也是黑色 但它的形状 却与石门上的水晶一模一样 楚风知道 这个水晶 必然是脱离此地的关键 而一番研究之后 楚风发现 这个水晶 竟然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空间内 还有着一道石门 打开石门 必然就可以离开此地 但是想要进入 这水晶内的独立空间 却也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水晶外 有着一重屏障 那重屏障 就像是修武者突破之前 阻拦在新境界之前的屏障一样 想要破开 需要修武者的悟性 但与悟性有关的东西 往往都难不住楚风 楚风闭上双眼 用心感悟 不过短短一瞬间 楚风就破开了那屏障 嗡 当那屏障被破开之后 楚风被束缚的身躯 不仅恢复自由 在这漆黑的空间内 还有耀眼的七色光滑涌现 而那七色光滑 正是源自于那水晶 当水晶外的屏障被破解之后 原本漆黑的水晶 便绽放起七色光滑 那个模样 与外面石门上的水晶 一模一样 楚风身形移动 便进入了水晶的空间之内 这个空间其实很小 狭小的空间内 除了一道石门 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 原本平平无奇的石门 此时也是涌现出了七色光滑 并且在那石门上面 还出现了一行字体 以气为笔 以门为止 写上大名 方可入阵 见状 楚风也不犹豫 直接运用自己的气息 将自己的名字 刻写在了石门之上 轰隆隆 果然 楚风的名字 刻写在石门后 那石门便立刻开启 石门开启后 映在楚风眼帘的 乃是一片丛林 这片丛林的树木 各个高达千米 藤蔓密布 树枝和树叶 更是遮蔽住了阳光 再加上丛林之中 有阵阵低吼传来 一眼望去 幽暗而恐怖 但楚风仍没有一丝犹豫 而是直接踏入了其中 哄 当楚风踏入其中后 那石门便立刻关闭 楚风回头观望 发现石门化作一缕七色的气焰 融入了自己的手臂之上 至此 楚风已是没有了离开此处的退路 快看 那里有出现了一道亮光 是楚风 那是楚风 当楚风踏入丛林的一刻 风暴窦龙台外的人海 顿时沸腾起来 鄙视台之中 依旧被云雾所覆盖 可云雾之中 却出现了一道七色光点 那光点很小 在那辽阔的世界之中 小到宛如一粒尘埃 但仍被诸多修武者所捕捉到 他们不仅发现了 这道宛如尘埃一般渺小的光点 甚至还能看到光点上的字迹 那光点之上 正写着楚风二字 当那光点出现之后 先是原地停留了片刻 但很快便移动起来 那移动的极快 且移动的方向 正是比诗台的中心方向 这让人们知道 那光点 必然就是楚风 楚风已是踏入了比诗台的世界之内 好厉害 这楚风 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难怪念天道人会如此看好于他 难怪念天赌阵会因他 而引起异象 此子果然不同反响啊 一时之间 对楚风的夸赞不绝于耳 毕竟楚风是第一个踏入那比诗台的人 尤其眼下 那比诗台内只有他一个人 他的优秀 已是一览无余 楚风小友 真是在任何同辈的交锋之中 都能如此亮眼啊 此时 不仅外人夸赞 就连龙氏组长 以及群妖圣殿店店主等人 也是赞不绝口 他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楚风的表现 虽然早有预料 可仍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赞叹 只是相比于龙氏组长等人 无名斗天 以及龙道之这些足舞心欲的人 内心更为感慨 尤其是无名斗天 这位曾经一度成为 楚汉仙 以及楚轩元成长阻碍的人 此时却只能以小人物的姿态 来欣赏楚风的表演 而看到这圣光天河内的诸多大人物 对楚风都是如此看好 他也是觉得 他当初对楚氏天族楚汉仙 以及楚轩元的阻拦 实在太过愚蠢 真正的强者 根本就不是他这种小人物 能够阻拦得住的 楚轩元 你若是见到你的儿子 此时的风采 必然也会以他为荣吧 无名斗天在心中感叹起来 他其实很清楚楚轩元的强大 他一早就知道 楚轩元顺利成长 必然会名震天河 可因为一些缘故 楚轩元的战场被限制在了足五星域内 他的名字未能响彻到整个天河之中 而现在 楚轩元的儿子做到了他未能做到的事 在无名斗天看来 楚风也算是弥补了楚汉仙和楚轩元的遗憾 快看 又有人出现了 这个人是谁啊 这是什么名字 是胡乱写的吗 怎么会有人叫做 物费世界等耳 人们看着比试台的云雾之中 出现的第二道微弱光点 再度议论起来 对于这个名字 众人皆是不熟 本章完 第4558章 宛如炼狱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物费世界等耳 这到底是谁啊 经过一番确认 众人得出一个结论 几乎没有人知道 这个人是谁 可人们却也意识到 此人必然非同凡响 眼下 就只有 他与楚风两个人 进入了那个世界之中 若是抛开运气的成分不谈 便足以证明 这位的厉害 不对 你们仔细看 那个奇怪名字的家伙 光芒与楚风不同 很快 有人指着物费世界等耳的光点 大喊起来 紧接着 人们也是注意到 那物费世界等耳的光点 的确和楚风的不同 楚风的光点 乃是流转着七种颜色 而那物费世界等耳的光点 流转着的 乃是六种颜色的光点 这难道是说明着什么吗 人们有了一种猜测 但却无法确定 没过多久 又有两道光点 同时出现 那分别是龙氏公主龙小小 以及曾经名震 圣光天河的后辈天才 鱼猎 龙小小以及鱼猎身上 所散发的光点 与那物费式皆等耳一样 都是流转着六种颜色 没过多久 鹰带粉 腹飞月 鱼红 鱼银等一种天才小辈的光点 都是纷纷出现 而除了龙小小 以及鱼猎外 鹰带粉 腹飞月 鱼红 鱼银身上的光点 则是流转着五种颜色 至于其他人 就更差了 四种颜色的都很少见 大多数都是三种颜色 甚至还有两种颜色 甚至一种颜色的 人们明白 进入其中的一些后辈们 根本就不是天才 那很可能是各方势力 派进去浑水摸鱼的 他们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夺得名次 而是看看 能不能走狗屎运 从中找到风暴狂族遗留的武技 随着时间流逝 进入那世界之中的人数 几乎已经定格 最终人数 定格在了九万这个数字 不过先前踏入石门的人数 却足足有着几千万之多 由此可以判断 至少已经有几千万的人 被淘汰 而令人感到有些心慌的是 那些被淘汰之人 并没有再从石门内出来 踏入石门后 未能进入世界 也未能从石门出来 如今 可谓是生死难测 虽然有些担心 那些后辈的安危 可人们更多的关注点 还是凝聚在了 那些成功进入世界的人们身上 可哪怕 在那足足九万道光点之中 却只有楚风一人 流转着七色光滑 这更是凸显了楚风的特别之处 这必然说明着某种差距 是代表着天赋差距 还是什么 若真是代表着天赋差距 那龙氏的那位公主殿下 还真是不同凡响 看来念天大师的排行 还是相当靠谱的 可那若真是预示着天赋 那个奇怪名字的家伙 岂不是天赋也很逆天 可对于此人 我们似乎都不了解啊 难道是有天才 胡乱写了名字 可是当今圣光天河内 有名气的天才后辈 几乎都已经出现在当中了呀 到底是谁呢 浩瀚人海 议论纷纷 感叹之余 人们最好奇的 还是那个叫做 物费事尖等的人 大家快看 好像发生了什么 那些天才 怎么都停下不动啊 而就在这时 有人注意到 原本快速移动的天才们 此时全部都停了下来 包括楚风在内 所有天才都不动了 龙龙龙 就在众人不解之际 那盘踞在通天山峰上的 其中一条巨龙 居然动了 那巨龙不仅离开了通天山峰 身躯摆动之际 大片尘土倾洒而下 虽然尘土散去 可身躯却仍在 只不过此时的身躯 不再是尘土凝聚而成 反而是火光冲天 那是一条火龙 火龙栩栩如生 并且 当他脱离山峰之后 身躯竟也增大了数倍不止 他先是围绕着通天山峰 转动了一圈 随后便发出一声怒火 当他怒吼之际 火焰形成的涟漪 也是自其口中喷射而出 那火焰涟漪 以原形肆虐 很快便覆盖了整个世界 快看 有几个光点不见了 是有人死了吗 还是发生了什么 人们大惊 当那火焰涟漪 覆盖世界之后 的确有几个光点消失不见 这让人们意识到 那涟漪很可能是危险的象征 但人们不能确定 他们只能紧紧地盯着那个世界 想要看出一些端倪 可火龙没有了动静 虽然盘踞于虚空之上 但他没有再发出怒吼 也没有释放出火焰涟漪 就那样立于虚空之上 像是在观察着什么 而楚风等天才 也同样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静 怎么还不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就连龙氏族长等人也不例外 毕竟如今身在那世界之中的 可是有他们的后人 哦 忽然之间 那火龙又发出了一声怒吼 伴随着这声怒吼 又有一重涟漪自其口中喷射出 很快便再度覆盖了整个世界 而人们用肉眼 也是能够看到 这第二重涟漪的力量 必然更强 果不其然 当第二重涟漪过后 又有足足数十道光芒消失不见 一炷香的时间 是一炷香的时间 如果我没有猜错 再过一炷香的时间 那火龙又会释放出火焰涟漪 这是对那些小辈们的考验 若是承受不了那火焰涟漪 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人群之中 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猜测 而这个猜测 也是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很快 一炷香的时间到了 一炷香的时间刚到 那火龙便再度释放出了火焰涟漪 这第三道火焰涟漪 比第二次还要凶猛 涟漪过后 光点消失了足足几百道之多 直至此时 人们几乎已经确定 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一炷香之后 火龙必然会再度释放出火焰涟漪 而那个时候的涟漪必然更强 那个时候 必然还有小辈将要消失 并且按照之前消失的数量进行推测 下一次消失的 可就不是几百人了 很可能是几千人 但若只有第四次不可怕 若是还有第五次 第六次呢 如今成功进入世界的天才 总共才只有几万人而已 这样下去 那些天才 不是很快就要死光了 玄夜大人 那些消失的后辈 当真是死了吗 还是说他们只是被淘汰 还有生还的机会 此时 龙氏族长忍不住 向盛光玄夜询问起来 我说过 这风暴斗龙台 非常的残酷 那是勇者与天才的比斗台 没有自知之明 或是想浑水摸鱼之人 踏入其中 那便是自取灭亡 盛光玄夜并未直接回答 可是他的这句话 却已经给出了答案 消失之人 已然死去 尽管之前已有猜测 可是得到盛光玄夜 这样确切的回答之后 人们仍是心头一紧 太可怕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根本就不是比施台 那分明就是炼狱 许多人都后悔了 后悔让自己的后辈踏入其中 就连龙氏族长 以及群妖圣殿店主等人 也都同样眉头紧皱 他们也是慌了 他们害怕龙小小等人 无法承受这样的考验 本章完 第4559章 隐藏谜题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众小辈刚刚踏入风暴斗龙台 便遭遇了强大的火龙的攻击 并且从盛光玄夜口中 人们还得知 那些消失的小辈 很可能已经死了 尽管早就知道 这风暴斗龙台非常凶险 可当真的见识到了它的凶险 人们仍是感到背脊发寒 要知道 刚当踏入石门的各方势力天才 可是足足有着几千万之多 但最终成功出现在比试台世界中的小辈 只有九万多个 也就是说 这比试还未正式开始 却已有几千万小辈陨落 而现在剩下的那些顶尖天才们 也很可能是难逃一死 风暴狂族 真是太丧心病狂了 他们的后辈 真的要用这种地方 进行历练和鄙视吗 这哪里是培养后辈 分明就是扼杀后辈 众人感叹连连 甚至有人低声咒骂 如龙氏族长等人 更是紧张的直冒冷汗 毕竟现在 位于那世界之中的 可都是他们这些势力的未来啊 眼下 世界之内 楚风等人都被困住了 而困住他们的 乃是以 这层无形的结界 这结界极为强横 楚风等人 被限制于这结界之内 这就是他们无法继续移动的原因 被困于结界之内 楚风只能等待那 火焰涟漪的袭来 眼下 楚风没有施展任何手段 而是双目紧闭 盘坐在地 如同修炼一般 嗡 忽然 那封锁住 楚风的无形结界 涌现出了金色的光芒 嗡 没过多久 伴随着遮天蔽日的怒吼声 那恐怖的火焰涟漪 便横扫开来 只是任凭那火焰涟漪再凶猛 可自楚风身边掠过 却无法伤及楚风分吼 是那金色的光芒 帮楚风挡下了火焰涟漪的攻势 火焰涟漪掠过 那金色光芒也是随之消失 可那束缚住楚风的无形结界 却仍旧在那里 楚风睁开眼眸 望向远处的天际 从他的视线望去 一条巨大的火龙 盘旋于九天之上 其体积之大 宛如一方世界 楚风若在其面前 可能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 身在这个世界之中 楚风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那火龙的可怕 那火龙的力量 是真正的毁天灭地级别的 看样子 还真的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样下去 龙小小他们 迟早会支撑不住吧 楚风看着那盘旋于九天之上 宛如神灵一般的火龙 眼中也是有着些许担忧 楚风已经猜测到 不仅他被困在了此处 如龙小小等人 必然也都被这无形结结困住 他们被困在原地 每隔一炷香的时间 那火龙就会释放火焰涟漪 火焰涟漪威力恐怖 但却不会伤及此处的一草一木 只会伤及他们 按理来说 那火焰涟漪的力量 只要成功击中他们 他们就必死无疑 但却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他们躲过一箭 这方法 就在这无形结界之中 当他们 被无形结界困住的一刻 这结界之内便出现了一道谜题 想要破开此题 需要运用自己领悟力 以及修武意图的知识 只要能够在一炷香的时间 成功破解那谜题 这无形结界 就会幻化成金色结界 那金色结界 可以挡住火焰涟漪 相反 若是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破开那谜题 便只能等待着火焰涟漪 将其摧毁 这就是 为何每次火焰涟漪过后 有人死亡 但仍有人安然无恙的原因 不过 就算成功破解谜题 得到了金色结界的守护 可每当火焰涟漪过后 金色结界就会消失 这无形结界内 将会出现新的谜题 唯有继续破解成功 才能继续抵挡火焰涟漪 可是谜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尽管目前来说 那谜题对于楚风而言 虽是不足为惧 可是楚风担心继续下去 龙小小等人 会无法破开谜题 到了那个时候 龙小小等人可就危险了 而楚风之所以能够确定 那火焰涟漪会一直持续下去 乃是因为楚风破题的同时 还在这无形结界中 发现了隐藏的线索 那线索让楚风得知 若没有人阻止火龙 火龙就会每个一炷香的时间 释放一次火焰涟漪 无限循环 直至此处的所有小辈 全部死去才会停止 这样下去 莫说龙小小他们会死 就连楚风也会死 而阻止火龙的方法 楚风已经发现了 那就是破解此处的隐藏谜题 只要破解隐藏谜题 就有可以阻止火龙 让所有人都得救 可是那隐藏谜题 破解难度极高 就连楚风也没有把握 并且还有时间限制 从破解谜题开始计时 必须在一炷香的时间内破解成功 若是一炷香的时间未能成功 不用等待火焰涟漪出现 这无形结界 就会让楚风粉身碎骨 这就是楚风 没有直接选择 破解那隐藏谜题的原因 可现在 楚风已经确定 这火龙的确会一直持续的 对他们发动攻势 若不阻止火龙 他们迟早都要死 这个时候 楚风便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风暴狂族 你们还真是名不虚传 着实够狠的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若真是你们的传承武技 被我得到 可就怪不得我了 楚风之所以这样说 你是根据楚风的经验 若能成功阻止火龙 必然得到奖赏 而那奖赏 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风暴狂族的传承武技 此话说完 便再度闭上眼睛 开始继续破题 只不过这一次 楚风所挑战的 不是抵挡火焰连衣的谜题 而是 能够阻止火龙的 隐藏谜题 问 然而 楚风刚刚开始破解谜题 他周身的无形结界 便有了变化 那无形的结界 竟然化作了漆黑之色 漆黑的结界 不断蠕动 极其诡异 那种感觉 就好像楚风 被他吞噬掉了一板 与此同时 龙氏族长等人 紧张的心 都快提到了嗓子眼 火龙刚刚所释放的火焰连衣 乃是第四道 这第四道火焰连衣过后 足足有着八千多道光点消失 这也就等于 有着八千多个小辈 已经死在了那世界之中 按照之前的结果进行推算 这即将来临的第五道火焰连衣 搞不好会有几万个小辈死去 就算让那世界内的所有小辈覆灭 也并非没有可能 就算 楚风龙小小等人 能够抗得住第五道火焰连衣 那么第六道呢 真的还能抗得住吗 楚风 楚风他 楚风小友 他怎么也消失了 突然之间 有人发出惊呼 紧接着浩瀚人海都炸开了锅 因为从他们的视角来看 那写着楚风名字的七色光芒体 的的确确 从那世界之中消失了 难道说 楚风死了不成 可是明明刚当还在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眼下 楚灵溪 鹰庄红 龙道枝 龙氏组长 等人一众与楚风熟悉的人 都是乱了阵脚 玄夜大人 这是为何啊 为何那火焰连衣肆虐的时候 楚风小友还安然无恙 怎么在这个时间 却又消失了 不解之际 群妖圣殿店店主 向盛光玄夜询问起来 对于这风暴斗龙台的具体结构 我也并不了解 但我说过 那风暴斗龙台极其凶险 既有勇气踏入其中 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 盛光玄夜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如楚灵溪 古明渊 鹰庄红 龙道枝等人 顿时万念俱灰 本章完 第4560章 《阻止浩劫》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尝试破题之后 便感觉一股力量 将其束缚 紧接着 他便被吸入了一个浩瀚的空间之中 这个空间极大 大到无法用世界来形容 简直就是浩瀚星空 可这里面 却看不到星辰 甚至除了楚风脚下的山峰之外 便什么都看不到 一眼望去 漆黑一片 如此浩瀚的空间之内 却一丝光亮都没有 显得恐怖而诡异 难道说 那隐藏题目 根本就不需要破解 只要有勇气 尝试破解此题 就可以直接进入此地 楚风早就发现 只要能成功破解 那道隐藏谜题 就可以进入一个奇特的地方 但楚风却没有想到 只是刚刚尝试破解 自己能够进入此处 根本无需破解成功 换一句话说 那道隐藏题目 根本就不存在 只要在发现它之后 又有勇气进行破解 就可以进入此处 呼呼 突然之间 一股寒气 自山峰下方袭来 那寒气极为凶猛 哪怕楚风这样的修为 也是感到寒冷刺骨 只是一瞬间 楚风的皮肤 以及衣衫之上 都凝结出了一层冰霜 继续下去 楚风很快就会被活活冻死 不过好在 那寒气并未继续袭击楚风 似乎到此为止了 而紧接着 原本同样漆黑的山峰下方 出现了白色的光滑 伴随那光滑而来 天地也是 剧烈颤动起来 很快一只庞然大雾 自山峰下方飞掠而出 浮在了楚风的身前 那是一条冰龙 此龙极大 楚风在其面前 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 渺小 在此龙面前 楚风感觉自己异常的渺小 因为这条冰龙 与外面那条火龙一样 都蕴藏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宛如神灵一般 可以主宰一切 想不到 过了这么多年后 居然还有后背 能够发现此处 冰龙看着楚风 竟然开口说话 他的声音浑厚无比 宛如亿万雷霆 在整个世界同时乍响 但相比于他的声音 楚风更加注意的是 他的双眼 那两只巨大的眼眸 深邃无比 并且蕴含智慧 这让楚风意识到 眼前这巨大无比 散发着恐怖寒气的冰龙 好像不是阵法凝聚而成 而更像是具有自己的生命 而这条冰龙 与外面那条火龙一样 同样散发着 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倘若他并非阵法所化 而是真的运有自己的生命 那也未免太可怕了 可以这样说 无论是外面那条火龙 还是此处的冰龙 只要离开此处 那都不是外面的修武者 能够阻挡的 哪怕是圣光天河 当今最强者 圣光悬夜 也多半无法阻挡这两条巨龙 前辈 晚辈进入此处 不想冒犯于您 我只想知道 要如何才能够阻止那条火龙 楚风对这条冰龙问道 不用担心 你既然发现了隐藏谜题 又有胆量挑战 你就已经是安全的了 那冰龙对楚风说道 前辈 我想阻止那火龙 楚风说道 你是想救外面那些人 冰龙问道 是的前辈 晚辈想救他们 楚风说道 你真是愚蠢 只要能够成为这场比试最终的获胜者 你将可以得到风暴狂族的传承五计 而你现在只需要等待 若是接下来 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进入此处 那便说明 只有你一个人躲过一截 当那些人全部死去 你就可以成为此处唯一的获胜者 冰龙说道 前辈 我还是想要阻止火龙 楚风说道 他们与你 似乎并非同族 你为何非要救他们 你来到此处 不就是为了夺得比试的第一 不就是为了得到风暴狂族的传承五计吗 冰龙以不太理解的语气 对楚风询问道 外面有我的朋友 我不能见死不救 楚风说道 原来是这样 看来你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既然如此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阻止火龙的方法 但是 我要提醒你 若是选择阻止火龙 那你就要以身犯险了 哦 冰龙此话说完 便张开了血盆大口 在那布满尖锐獠牙的血盆大口之中 竟然有着一个巨大的结界门 虽然此时冰龙的嘴巴是张开的状态 可是自己口中 却仍然能够发出声音 只要你有勇气 踏入本尊口中之门 便可以阻止火龙 但你能否活着出来 可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本尊再提醒你一次 你站在此处安心等待 只要那些人全部被火龙抹杀 你就可以成为此处圣者 得到风暴狂族的传承武技 根本无需冒险 但你若非要去讲求什么情谊 拼命你要救外面的人 那你就只能以身犯险 冰龙对楚风说道 多谢前辈提点 晚辈再次谢过 楚风对着冰龙抱拳失礼 随后便身行一纵 直接掠入冰龙口中之门 当楚风掠入之后 那冰冷竟然立刻闭上了嘴巴 只不过在其眼中 却涌现出一抹别样的目光 想不到当今后辈中 竟有如此勇敢之辈 这可比风暴狂族 那些自私的家伙有趣多了 冰龙的声音继续响起 他的声音本就浑厚 在这空旷的空间内更是异常恐怖 可此时的声音 与先前的声音相比 却又有了一些特别之处 若非要说的话 他此时的声音之中似乎 浇杂着淡淡的笑声 当楚风进入那冰龙所在空间的同时 时间仍在流逝 转眼间 又是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那条铃驾于世界顶端的巨大火龙 又张开了血盆大口 见此一幕 龙氏组长 群妖圣殿店店主等人 袖中 双拳都是握得滋滋作响 如他们这样的大人物 却紧张得连身躯都在颤抖 他们都知道 接下来这道火焰涟漪 将异常凶猛 很有可能 会让那些在风暴斗龙台中的小辈们 死亡大半 而他们担心的就是 他们族中的后辈 也无法躲过此劫 龙龙龙 可是 就在火龙即将释放火焰涟漪之际 那通天山风 竟传来阵阵轰鸣 听见那轰鸣 火龙竟没有释放火焰涟漪 而是将目光投了过去 紧接着 山风剧烈颤动 盘在山风之上的另一条巨龙 竟也如火龙一般苏醒开来 那条巨龙 如先前的火龙一样 先是将尘土震碎 然后身躯变化 变得异常庞大 与火龙的不相上下 不过这条巨龙 身上所散发的 却不是滔天的火焰 竟然是寒冷的冰霜 这是一条冰龙 而这条冰龙 与楚风先前在那空间内 所见到的冰龙 可谓一模一样 哦 冰龙出现之后 二话不说 便向火龙发动了攻势 而火龙也不敢示弱 两条遮天蔽日的巨龙 便斗在了一处 二者就像是宿敌一般 一场恐怖的对决 在那方世界上演 不过 他们刚刚交手 便引起了奇异的变化 在风暴斗龙台 那个世界的最上方 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将火龙与冰龙 全部吸入了其中 当火龙与冰龙 进入黑色漩涡之后 那黑色漩涡也是立刻消散 而那方天地 也是恢复了平静 为何 会突然这样 见到刚刚的一幕 人们有些不解 他们本来以为 那火龙与冰龙乃是一伙的 可现在来看 那冰龙却更像是来救众人的 但冰龙好端端的 为何要救众位小辈呢 还是说 只是巧合 快看 动了 那些小辈又动了 人们还来不及多想 便又阵阵欢呼响起 如龙氏族长等人 更是长舒了一口气 当看到那些原地不动的光点 再次移动起来 他们明白 那覆盖了整个风暴斗龙台的浩劫 似乎到此为止了 本章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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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